第1120章 待遇和责任 这世上永远不缺乏有头脑的人 社会不断发展 行业种类也是越来越多 中介企业在现今社会犹如雨后春笋 医疗中介也不过是应运而生的一个行业 你有资源 没客户 你有客户 没资源 这个时候就需要中介牵线打桥 当然 除了资源 还有就是方便 中介牵线打桥 患者家属不用四处求人 看专家的脸色 专家也不需要和患者家属过多的沟通 中间环节都有中介来做 有华在医疗中介行业也算是巨头级别了 知名度相当高 不仅仅有国内的客户 还有国外的客户 不仅仅有国内的专家 也有国外的专家 方寒能入了有华的眼 方浩阳多少还是有些高兴的 这就好比黄牛票 医生们不见得就喜欢黄牛 可也乐意听到自己的专家号被黄牛炒高 我一个号800 你一个号500 很显然你就不如我 这就是排面 对有华这种医疗中介行业中的巨头来说 他们最重视的首先是外科专家 这倒不是说那科专家不值钱 而是外科专家效益高 当然 也有一些知名的中医名家 其实也是和有华有联系的 飞刀毕竟世上不得台面的 说是合作 其实也不需要书面形式的合约 今天少友亮过来也就是混个脸熟 认识一下 双方留一个联系方式 同时看一看江中院急诊科这边的态度 这就够了 如果方寒匡明拙这边没什么意见 以后要是有什么合适的患者 那就可以考虑方寒或者匡明拙 这是在说 方浩阳笑着道 而我问问方寒和匡明拙的意思 有华是牛逼 可在牛逼那也是私企 在方主任眼中 其实也就那样 一些医生确实是巴不得有华捧一捧自己 介绍一下资源 可真正牛逼的 那都是对方求上门的 就比如现在 少友亮不是登门了吗 要不这样 晚上我做东 请方主任还有方医生 框主任一起吃个饭 少友亮是探着道 他也知道 在不少医院 顶尖的专家那都是宝贝疙瘩 领导们那都是藏着掖着 生怕有人挖了墙角 有华是中介没错 可现在也有自家的医院 自家的手术室 这两年有华也给自家医院挖了几位专家 最主要的是有华才大气粗 绝对给得起待遇的 因而一些医院对有华也是有着防备和警惕的 少友亮这次为什么先来方浩阳这儿 而不是直接去和方寒匡明拙接触 就是怕闹出误会 到时候万一方浩阳觉得他打算挖人 对他不带见 那就不好了 当然 少友亮也是有挖墙角的心思的 只不过有些是要慢慢来 人都没见过 什么都不了解 贸然挖人 很容易打草惊蛇 先合作 慢慢接触 时间长了 一些专家也就知道有话得好了 少院长远来是客 怎么能让少院长请客呢 晚上我做东 请少院长吧 方浩阳笑了笑 少友亮还算懂礼数 既然懂礼数 那就可以接触接触 对方浩阳来说 他也是很乐意看着方寒打出名气 在业界站稳脚跟的 现在方寒的名气是不小 可很大程度其实局限于江州省 最多也就辐射周边一两个省市 再远一点的 还真没多少人知道方寒 文无第一 无第二 专家们那也是相当傲气的 要不是亲眼所见 或者被当面折服 大多数人都是不会轻易去认可其他人的 你牛逼难道我就不牛逼 这年头 富高级别 或者类似于方寒这样医院某个医疗小组的负责人 都能自称专家 专家真不怎么值钱 少有亮和方浩阳聊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 那我就不打扰方主任工作了 咱们晚上再去 我好好陪方主任喝几杯 好 我送送少院长 方浩阳站起身 送着少有亮出了门 这才回到科室 这会儿急诊大厅已经不少患者了 医生们都开始忙碌了 方浩阳一路走过 正好遇到叶开 今天怎么没见到李小飞和燕京来的那两个丫头 甜甜那个丫头 方浩阳还是很喜欢的 性子不张扬 又有水平 是可好喵子 可昨天来了一天 今天就不见人了 这就有些不好 年轻人 性子还是不沉稳 真当医院是菜市场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虽说是假期实习 不拿工资 可即便如此 医院也不是那么随便的地方 去古商分去了 方医生这会儿应该在茶房里小飞也去了 叶开道 方浩阳来了 方浩阳愣了一下 向叶开挥了挥手 然后向古商分区走去 江峰 说一下怀部外翻行骨折 古商分区的病房 方寒一边查房 一边提问 江峰的一张脸早就成了苦瓜脸 这会儿他已经被方寒提问了三次了 明明是李小飞不如自己的小师妹 干嘛刁难自己 江峰欲哭无泪 边上窄甲棚 温学义 秦熙然还有林光亮都忍着笑 这个江峰真是狗改不了知识 嘴碎的这个毛病就是改不了 忌吃不忌倒 上次就是因为嘴碎 被方寒提问 这次又在课室说闲话 当然 大家聊聊天 说说八卦没什么 可江峰 只能说倒霉 凑巧就被方寒撞到了当面 这种闲话不被撞到 那就是闲话 被撞到就有搬弄是非的嫌疑 就看领导怎么想了 暴力始组强力外翻 暴力延前后 轴游内下方向向外伤方程骨精旋转 江峰小心翼翼的组织着措辞 额头上已经有了汗水了 这个问题他倒是知道 可问题是方寒还会不会继续问 下一个问题呢 这要是答不上来 被方医生当面训斥 那可就丢人丢大发了 站在人群后面的李小飞 却没有丝毫的幸灾乐祸 同样是苦瓜脸 江峰都这么倒霉了 那自己呢 内怀骨折和病下净肥关节脱胃 肥骨下端骨折及近聚骨向外侧脱胃 该怎么复胃 方寒继续问 江峰的额头上已经有了密密麻麻的汗珠了 病房有空调 温度是宜 可他还是觉得热 方医生 我不知道 江峰低声道 这个我还没学 这些都是教科书上的东西吧 方寒回头 看了一眼江峰 江峰甚至不敢和方寒对视 方寒没吭声 而是对陈远道 咱们股上分区前半年的考核该准备一下了 知道了方医生 这几天就准备一下 陈远点了点头 江峰张了张嘴 没吭声 说着话 方寒已经查完了病房 往外走 一边往外走 一边道 之前我和方主任说过了 几个分区实行精英计划 所以无论是骨伤分区还是甘类分区 都有考核讲成制度 不合格的就离开吧 方医生 是离开骨伤分区 陈远问 对哪来的回哪去 方寒道 将来研究员建成 肯定也要在几个分区招人 所以必须尽快把人培养起来 避免到时候继续从外部招人 众人跟在方寒身后都不吭声 方医生 我 江峰急忙上前 打算解释两句 急诊科现在待遇最好的就是骨伤分区了 然后才是肝外 毕竟相对来说 骨伤分区要比肝外轻松一些的 肝外一台手术少说两三个小时 可骨伤分区 副位的话半个小时都不会超 哪怕是关节致患也比肝脏手术轻松 奖金多 轻松 再加上刚才方寒说的研究院 前景无限好 这个时候要是被赶走 那就是傻逼了 平常你们聊天开玩笑也正常 但是工作方面必须到位 考核时早就定好的 既能不达标 就去急诊科第一线 方寒没搭理江峰 继续走着 说实话 方寒对江峰是有些生气的 要是换了别人 他还不是太生气 可江峰 毕竟江峰最初并不是江中院的医生 只是交流生 是他留下的 而且也带到了骨伤分区 可江峰的表现 尾时有些让人失望 这倒不是方寒要求苛刻 骨伤分区待遇好 奖金多 前景光明 多少人都眼红 你想受好待遇 就要有相应的付出 之前骨伤分区刚成立 一些人技能不足方寒也可以理解 可这都一年了 总要有成长吧 从骨伤分区出来 方寒正打算去留官室 就看到方浩阳进来了 方主任 众人急忙打招呼 没事 你们忙 我进去转转 方浩阳笑着道 小方查完房安你办公室 我在里面等你 笨 方寒点了点头 带着一群人到了留官室 查过房 众人都散了 方寒去了办公室 方浩阳正坐在里面看着电脑 从始至终 方寒都没有问李小飞一个问题 也没有和李小飞多说一句话 可李小飞却站在古商分区方寒的办公室门口 惆怅不前 方寒要是骂他 李小飞还能好受一些 最怕的就是这种不闻不问 太他妈吓人了 第一千一百二十一章 两个临时任务 你爸好点了没有 方浩阳招呼方寒坐下 先问老方同志的病情 好多了 还好当时老师去得及时 方寒笑着道 还要谢谢方主任 就是论事 郭文渊当时去得确实算是比较及时的 方寒到的时候 郭文渊都到了有一会儿了 依老方同志当时的情况 如果郭文渊去得晚二十分钟 估计着老方同志就要被送上手术台了 医妇院不会太耽误的 毕竟当时颅脑与血严重 真要耽误下去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医妇院是担不起责任的 一旦开颅 那就是另外的情况了 这不能说医妇院就对老方同志不负责 只能说不同的人 采用不同的治疗手段 中医面临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 医生和医生的水平差距太大 类似于郭文渊那样的大国手 医术精湛 面对一些患者 那是真的能够挽大鲨鱼将轻的 一些原本需要外科手术的患者 郭文渊那样的大国手是很有可能避免手术的 原本需要搭桥的 需要支架的 需要开颅的 遇到郭文渊罗元臣等人 那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是真的能避免挨刀的 可倘若要是遇到苗大龙一类的中医大夫 更甚者 遇到方老爷子那样的中医大夫 绝对是不会有那样的本事的 所以说 患者在面临抉择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做手术 是不是选择中医保守治疗 和遇到的中医人水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很显然 老方同志是比较幸运的 方浩阳的通知 郭文渊及时抵达 避免了老方同志做开颅手术 而且郭文渊的方子也用得很及时 这才能等到方寒赶到 然后针灸辅助治疗 倘若没有郭文渊 那就是另外的情况了 从这一点上讲 方寒对方浩阳是很感激的 他当时都乱了分寸 都没想到给郭文渊打个电话 毕竟方寒当时人在长青县 我文渊在江中市 我文渊赶过去至少要比方寒快一半的时间 没事就好 方浩阳道 听说你今天来上班了 我就知道你爸没什么大碍了 嗯 淤血已经化开了 就是髋关节裂缝有些麻烦 需要休养一阵 方寒点着头 原本以老方同志当时的情况 髋关节裂缝是最无关紧要的 可到了现在却是最麻烦最耽误时间的 伤尽动骨一百天 老方同志至少要在床上躺一个多月 才能慢慢下床活动 说了一会儿老方同志的病情 方浩阳就转过话题 说医院的事情了 昨天下午徐院长开了个会 中医医疗专家委员会要举办第二次全国明医 明院 明场 明料的评选活动 这一段时间你小子别闹出什么幺蛾子 尽可能的多露露脸 明医评选 方寒一愣 中医医疗专家委员会虽然是近几年才成立的 但是却是部委和医疗大学数据学会共同成立的 这个明医 明院评选活动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 评选的明医会有专门的证书 等于是得到部委认可的 如果你能拿到这个明医证书 明年就有资格参加主治医师资格考核了 能给你的职称评定节省一两年的时间 就医疗行业而言 行医资格证和职称考核都是相当严格的 什么学历 几年资历 这都是必须熬到的 这个年资是不能打折扣的 哪怕你天资聪颖 天赋过人 甚至都能考得过富高职称的考核 年资没到 就是没资格考主治 就是这么严格 这个制度虽然有一定的限制 但是不得不说也是对患者负责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 对临床的要求都非常高 有这个年资限定 就能保证一些医生在临床上有一定的经验 研究生毕业的必须两年临床才能考主治 本科毕业必须拿到归陪证 三年临床 这也是底线 方寒现在的水平已经不亚于一些主任医师了 却依旧没资格参加主治考核 正是因为年资不到 可如果方寒能拿到这个明医证书的话 适当的就能宽泛一些 这个明医证书在一定程度上 比硕士研究生学位要更有权威一些 我中级执称还没拿到 能被评选为明医 方寒愣了一下 真要说 这个明医评选要比执称能难吧 那是别人 你不同 方浩阳很是霸气 道 这个明医评选一方面看水平 一方面看医德 看影响力 没有执称限制 也就是说 哪怕没有拿下中级执称 也是有可能被评选上的 不得不说 这个是对方寒来说真的是好事 当然 这也是方寒了 换了别人 正如方寒所说 拿下这个明医证书 绝对要比拿下中级执称 甚至高级执称更难 第一届的评选 拿到明医证书的十之八九 都是主任医师 当然 为了评选公平公正 也有富高被评为明医 独至一一位都没有 由此可见这个评选的难度有多高 可方浩阳对方寒是抱有希望的 一则 方寒名气不小 水平也不低 无论是哪方面 都不比一些主任医师差 二则 人品方面 方寒的人气不低 而且又是江州省评选的十大杰出青年医生 还有江州省市局颁发的建议用为徽章 江州新闻和江州日报的正面新闻 方寒就上了不止一次 单单这个 就不是一些富高和正高能比的 省级日报和省级新闻点名 那可不是小事 这一点绝对能给方寒加分不少 第三 方寒有人脉 老师郭文渊 又有罗元臣等人的亲爱 试问 方寒这么一位有水平 有名气 有好评 有人脉的都评选不上 其他人就更没多少指望了 方寒的短板可以说只有一个 那就是年龄 年姿 年轻 资历潜终极支撑没到手 除了这些 方寒其他方面的优势是很大的 毕竟这是中一方面的评选 西医医院和西医医生是排除在外的 在姓林界 郭文渊 罗元臣等人的支持 那就是顶天的天线和后台了 所以方浩阳对方寒的期望很高 这对方寒来说是难得的机会 拿下名医证书 然后就能缩短拿职称的年资 搞不好明年后半年 方寒就是主治了 27岁的主治 方浩阳都有些不敢想 方寒张了张嘴 好吧 自己确实不同 天降系统 就问还有谁 这次的评选周期是三个月 7月中旬到10月中旬 11月公布评选结果 颁发证书 这一段时间尤为重要 你多注意 不要闹出什么负面新闻 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方浩阳提醒 笨 方寒点了点头 还有一件事 方浩阳道 刚才有华医院的少友亮来找我了 有华医院 方寒不解 少友亮找您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有华医院 方浩阳问 知道啊 国内排名靠前的私人医院 和国外的一些医院也有合作 名气很大 算是国内比较权威的私人医院了 方寒道 有华是医疗中介起家的 现在依旧是业内最大的医疗中介 几乎每天都会给患者介绍专家 方浩阳给方寒说了一下有华 方寒知道的只是表面 拉皮条的 方寒有些意外 这个他还真不知道 对算是拉皮条的 方浩阳点头 有需求就有存在 有华经常给患者和各大医院的专家牵线 介绍飞刀 这次来是看中你了 我 方寒张了张嘴 正打算说自己没兴趣 就被方浩阳打断了 别急着拒绝 有华在业内的影响力不小 和国内很多大医院都有合作 深海 燕京 护上 湘江等 有些我们将中院没什么联系的 他们也有渠道 而且有华在业界比较权威 很多有钱人都是比较认可有华的 能被有华邀请 也算是业内的一种认可 方浩阳道 刚才给你说了全国名医评选 这次评选的具体流程还没出来 但是根据上一次的流程来看 也是分三方面的 一方面是对外公众投票 一方面是业内医生投票 再一个就是委员会的专家投票 三方面综合评分 多认识一些人 在业内把自己的知名度提高 对你评选名医很有帮助 方寒微微沉吟 正要说话 脑海中突然响起系统的提示音 丁 临时任务 一 名医评选 拿下名医证书 任务完成 奖励宗师级抽奖一次 主线进度提升6% 现实 评选活动结束 任务失败 无惩罚 二 业界认可 获得同职业者真心崇拜达到千人 任务完成 奖励高级随机抽奖一次 主线任务进度提升3% 现实 评选活动结束 任务失败 无惩罚 方寒有些愣神 这个时候系统蹦出临时任务 而且还是两个 最主要的是 奖励 奖励真的让人眼红 宗师级抽奖 代表必然一个宗师级技能 高级抽奖 连带主线任务进度 如果两个临时任务完成 顺带着主线任务也有奖励 完成度会达到13%以上 随抽奖一次 高级抽奖一次 第1122章 虚惊一场 奖励封后 可不得不说 两个临时任务的难度也很大 不管方浩阳心中怎么样 也不论方浩阳觉得方寒有多大的优势 这个名医证书绝对是很难拿到的 最起码对方寒来说 真的是相当困难的 第一届评选 获得名医证书的也不过50个人 全国那么多中医人 也就50个人 可见难度有多大 不说总人数 先说富高以上职称 就拿江中士来说 除了专科医院 现在基本上三甲医院都有中医科的 三甲医院的中医科 至少还不止一位正高 一位富高 再加上一些民间医馆的中医人 类似于官宝城之类的 全国算下来 富高职称的中医人有多少就可想而知 那么多人50个名额 比例有多低 当然类似于郭文渊 罗远程等名家国手是不在其中的 可即便如此 难度也是相当大的 这可不是全国青年医生评选 而是全国所有的中医医生 凡是有中医型资格症的中医医生 都有资格参与评选 这样的评选中 地支撑和年轻医生的劣势是很大的 至于第二个临时任务 同职业者真心崇拜人数达到千人 这个临时任务同样相当难 之前方寒曾经获得过万众瞩目的成就奖励 万众瞩目是针对所有人 万人真心崇拜 可缩小到同职业者 那圈子就小了 系统的同职业者是不包括在校学生的 最起码也要是见习医师 也就是实习医生 方寒一时进入系统 看了一下临时任务 在第二个临时任务业界认可后面有一个数据 一千分之四百三十五 也就是说 截至现在 方寒获得过的同职业者的真心崇拜 人数也才四百三十五人 距离一千还差六百多人 其中四百三十五人中 江中院的医生肯定不少 再加上燕京医院和江中其他医院 就这还不到五百人 相对来说 让一些人贡献崇拜点 羡慕极度很容易 可要真心崇拜 哪怕是一瞬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看到方寒不说话 方浩阳继续道 还有一点 有华不仅仅是外科医院 同时还给一些内科专家和中医名家牵线打桥 有华人的圈子很大 往往能遇到不少疑难杂症 对提升你个人水平也是有好处的 方寒很是恶然地看着方浩阳 多少有些感动 科主任一个进得给下面的医生说 你去做飞刀吧 飞刀好 赚钱多 技术提升高 这不是器重 这是什么 飞刀毕竟是上不得台面的 有些医院的领导 甚至是明令禁止自家医院的医生做飞刀的 方浩阳作为科主任 能给方寒说这么多 那是真的站在方寒的角度替他考虑了 我听方主任您的 方寒点了点头 嗯 晚上我约了少有量吃饭 到时候你和邝主任一起 方浩阳点了点头 现在的方寒对方浩阳来说 那就是他的底牌 是将中院急诊科的定海神针 方寒的存在不需要每天治疗多少患者 做多少事 最主要的是关键时候要能震得住场子 专家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别人不行的 自己行 别人拿不动的自己可以 到了方寒这种程度 没必要任何事都自己上手 也要给下面的医生留机会 在很多医院的外科 科主任往往都亲自上台的目的 不是说科主任多么喜欢做手术 而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水平 从而达到巩固自己地位的目的 毕竟对大多数专家来说 擅长的领域也就那么一两个 不巩固被别人涉足了 话语权和地位就受影响 可方寒不存在 会得太多了 都相当牛 肝外让给你匡明拙 关节置换让给你温学艺 你先在肝外领域和关节置换领域 赶上方寒再说 肝外赶上了 人家方寒还会心脏手术 心脏赶上了 人家在中医领域依旧是翘楚 随便你们玩 对方寒这种妖孽来说 那真的是相当打击人的 聊了一会儿 方浩阳就起身走人了 方寒送着方浩阳出了办公室 办公室外面 李小飞依旧在来回走动着 方主任 冷不顶看到方浩阳出来 李小飞吓了一跳 找方寒有事 方浩阳看了一眼李小飞 笨 李小飞急忙点了点头 行 那你们说我先走了 方浩阳摆着手大不离去 方浩阳走远 方寒这才看了一眼李小飞 进来吧 进了办公室 方寒坐在办公桌后面 李小飞小心翼翼地站在方寒前面 方寒等了一会儿 见到李小飞不吭声 问 你不是有事吗 啊 李小飞愣了一下 急忙道 老师 我昨天我那个 李小飞心中忐忑 刚才在外面心中是七上八下 可当着方寒的面 他还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总不能说 老师 我不争气 被小师妹比下去了 因为昨天甜甜插嘴的那个患者 方寒笑了 嗯 老师 我当时其实 不用解释 方寒笑着道 不要去和别人攀比 没必要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 人不要和别人比 和自己比就行了 只要努力了 觉得自己进步了 问心无愧 那就行了 嗯 老师 我记下了 李小飞松了口气 行了 去忙吧 不断地提升自己才是王道 其他的都是虚的 真要和别人比 比不过的 有些人一出生 就站在了大多数人一生 都达不到的巅峰 怎么比 嗯 我知道了 去吧 有什么不会的不懂的 可以随时来问我 方寒摆了摆手 关于昨天的事情 他真没什么生气的 甜甜的天赋方寒是知道的 比天赋 十个李小飞捆一起估计都比不过 李小飞这个人怎么说呢 嘴甜 也有心眼 可在某些时候也是能吃苦的 比江峰强 截止现在 李小飞差不多也干了大半年的住院走了 总的来说干得还不错 今天查房 方寒之所以让江峰把李小飞叫来 也是想着好长时间没带李小飞了 让李小飞跟着看一看 同时也敲打一下李小飞 生气 不至于 李小飞又没犯什么错 奔是天生的 不算什么罪过 再说了 李小飞人家又不笨 呼 走出方寒的办公室 李小飞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真是吓死宝宝了 还好是虚惊一场 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 李小飞一抬头 江峰正好从他面前路过 李小飞一把抓住江峰 姓江的 李医生 李总 李哥 我错了 江峰急忙求饶 我今天已经够惨了 李哥您就高抬贵手吧 江峰都快郁闷死了 自己也就没事说个闲话 没想到被方寒一阵刁难 同时还得罪了李小飞 错了就完了 李小飞瞪着江峰 虽然方寒并没有训他 可刚才真的是把他吓得不轻 整个查房过程中 李小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我请客晚上怒窜 江峰急忙道 三次 李小飞道 好三次就三次 江峰认走 好自为之 小伙子 李小飞松开江峰 伸手拍了拍江峰的肩膀 倒霉 看着李小飞走远 江峰这才叹了口气 真倒霉 这人要是倒霉了 喝凉水都塞牙 江医生 陈远从远处走来 陈医生 您有事 江峰急忙问 去值班室说吧 陈远前面走着 江峰跟着陈远进了值班室 陈医生 江峰小心翼翼地看着陈远 不知道什么事 陈远是主治 又是古商分区的大管家 温学义和吕新闻都要给几分面子的 江峰 陈远看着江峰 语重心长地道 你比我来江中院还早 跟了方医生也好长时间了 还不了解方医生的为人 江峰张了张嘴 如果我没记错 你是是中医医院来的交流生 因为方医生才留在江中院的 还进了古商分区 机会难得 好好珍惜 别到时候后悔 说吧 陈远也不管江峰什么反应 出去忙去了 好歹认识时间不短了 陈远也只是站在朋友的立场提醒一下江峰 方寒这个人是比较念旧呢 同时也是务实的 也是比较较真的 现在古商分区的几个人 江峰 秦熙染 灵光亮 好几位都是因为方寒才留在古商分区的 可留下归留下 要是不懂得珍惜 勤奋尽了 后悔也来不及 方寒不在 古商分区基本上也等于是陈远在负责 古商分区的这些人什么样陈远也心中有数 大多数人都是很努力的 江峰也不能说不尽心 就是有些心浮气脏 也要不住性子 这个性子要是不改 迟早要被清除的 看着陈远离开 江峰张了张嘴 也急匆匆的去忙了 今天方寒的敲打 也确实让江峰有些怕了 再加上陈远的提醒 方寒站在办公室门口 远远的看着 希望江峰这次能长长记性 静下心来把自己的水平提上去 第一千一百二十三张 人跑了 宅医生 方医生 刚才说的那什么那怀骨合并 下颈肥关节脱胃什么的 怎么复胃啊 江峰跟在宅甲鹏后面 虚心请教 宅甲鹏有些好笑 这个江峰 平常可没见他这么客气 宅甲鹏来古商分区是最晚的 还是科品医生 虽然是主治 可在急诊科 一些资深的住院医对宅甲鹏都没多少尊敬 在医院 差不多的主治 住院医们见了都会教老师的 哪怕不教老师 也是相当客气的 当然 宅甲鹏出来乍到 也不在乎 先在古商分区站稳脚跟再说 而且面对江峰 宅甲鹏也不拿架子 江峰这个人怎么说呢 之所以心浮气脏 学什么东西都压不住性子 除了性格使人之外 还有一点 有个当副院长的叔叔 虽然是是中医院 可对江峰来说 心中下意识的就觉得自己有退路 实在不行 也可以回是中心医院 正是因为这样的想法 这小子猜显得没有其他人那么大的压力 今天方寒的一番敲打 江峰多少还是有些怕了 有退路 却不代表真的就要走那条路 真要回去了 别的不说 他还不被弟弟笑话死 方医生说的是足怀外翻行骨折 中重度损伤的情况 足怀外翻骨折根据损伤的程度不同 可以分为三级 宅甲鹏耐心地给江峰解释 医生 医生 急诊科门口 一位40岁左右的大胖子 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 没走一步 急诊科的地面都好像轻微地震动一下 怎么了 有护士急忙迎了上去询问 胳膊 我的胳膊好像骨折了 胖子的一个胳膊盘着 另一只手扶着 额头上全是汗水 又上臂骨折 护士询问了一下 然后道 你一个人来的吗 没有家属 我说护士 我这是临时受伤 家属没在 我这疼得厉害 能不能先治疗 受不了了 中年胖子满头大汗 脸上表情丰富 好像确实疼了不行 跟我来吧 护士看了看 也不敢耽误 一边前面带路 一边道 我先找骨伤分区的医生给你看看 等会儿你去补个挂个耗费 谢谢护士 谢谢护士 中年胖子连连道谢 进了骨伤分区 护士先带着胖子进了一个治疗室 然后就去通知医生 翟甲鹏得到消息 急忙和李小飞两个人到了治疗室 右臂 翟甲鹏走上前 先查看情况 疼 医生 疼 你这也太胖了吧 翟甲鹏伸手摸了好半天 都摸不清楚情况 也看不清楚伤患究竟在哪一块 二百多斤的胖子 身上全是肉 胳膊比很多人的大腿都粗 医生 我也不想啊 没办法 体质就这样 喝凉水都长肉 我说您能不解短吗 胖子字牙咧嘴的 你比较胖 诊断的难度也大 忍着点 我先看看情况 你也说说你怎么弄的 这不朋友家搬东西 我就搭了把手 谁知道一使劲 就听到一声响 然后就疼了不行 估摸这应该是骨折了 翟甲鹏一边听着 一边检查 足足检查了好一会儿 这才到 不是骨折 是脱臼 脱臼 对脱臼 说着翟甲鹏向边上的江峰招呼 来 搭把手 我来复位 说着指挥江峰上前 然后翟甲鹏一手抓住胖子的手腕 只是他的手竟然不能完全把胖子的手抓住 再加上天热 胖子胳膊上汗水不少 哪怕这会儿在空调下面 胳膊也是油腻的不行 翟甲鹏甚至没办法下手 去再找个人来 翟甲鹏对江峰道 给这么一个大胖子正骨复位 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江峰出了治疗室 不多会儿喊着林光亮来了 江峰抓住患者肩膀 林光亮抓住下面 听我吩咐 翟甲鹏分别指挥两个人准备好 这才两只手抓住胖子的手腕 大喊 拉 然后三个人一起发力 只是胖子却好像纹丝不动 疼疼 虽然胖子坐着一动不动 可疼得不轻 大喊大叫 我说医生 你们这是治疗呢 还是杀人呢 不行 肉太多 牵引力太大 翟甲鹏松开手 喘着气 林光亮再去叫人吧 咱们三个人好像搞不懂 翟医生 要不叫方医生过来吧 林光亮建议到 行吧 去找方医生 翟甲鹏点了点头 一般情况 如果不是实在拿不下来 下面的医生都是不愿意轻易惊动上级医生的 这个肩关节脱位翟甲鹏还是能处理的 只不过患者真的太胖了 刚才诊断 翟甲鹏就折腾了好一会儿 这才确定不是骨折 这会儿腹位三个人都拿不下来 进行正骨腹位 不能用蛮力 要用巧劲 骨骼和肌肉是粘连的 越是胖人 肌肉越多 牵引力越大 正骨腹位的时候难度也越大 方医生 方寒这会儿正在办公室和险分通着电话 嗯 通着电话 险分这一段时间不在江中 江中院和普霍金寺医院签了合同之后 险分就回燕京了 今天刚刚拿到博士证 打电话询问老方同志的事情 怎么了 方医生 有位有肩管解脱位的患者 林光亮急忙道 宅医生呢 方寒问 宅医生也在 可拿不动 行 知道了 说着 方寒对险分道 来的位患者 先不说了 等你来了再说 挂了电话 方寒跟着林光亮来到治疗室 进了门就看到一座肉衫 看到患者 方寒就知道为什么宅甲鹏拿不动了 这么一座肉衫 一般人还真看着发愁 方医生 宅甲鹏和江峰急忙打招呼 确定是肩管解脱位 方寒问宅甲鹏 嗯 可以确定是肩管解脱位 肌肉牵引力太大了 我们三个人都搞不定 宅甲鹏苦笑 我看看 方寒先去洗了个手 然后走过来给患者做了个检查 确定是肩管解脱位 来站起来我看看 方寒对患者道 胳膊脱位 还要看腿 患者不情愿地站起身来 要不要我给你走两步 你要愿意走 那就走两步 方寒很是随意地说着 那我给你走两步 胖子也是个有趣的人 还故意走了两步 只是另一只手还抓着脱臼的胳膊 松开 甩开膀子走 方寒在边上提醒 还真走啊 胖子看了一眼方寒 见到方寒满脸认真 这才松开胳膊 甩开膀子 只不过脱臼的胳膊软啪啪的 根本不可能甩得开 胖子正走着 方寒冷不丁路过 肩膀狠狠地撞了一下胖子脱臼的肩膀 然后伸手一捞 抓住胖子的手腕 一拉 一扭 一摇 行了 再试试 咦 胖子目瞪口呆 我这胳膊能动了 说着 胖子还活动了一下 满脸惊奇 我说医生 你这简直神了 边上的宅甲棚同样是目瞪口呆 这就完了 方寒刚才的动作一气合成 实际上很快 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 胖子脱胃的关节就被复胃了 别乱动 方寒说着走到边上 写了一个方子 逼给胖子 刚复胃 不要剧烈运动 休养一阵 上面这个要外敷 下面这个方子内敷 这个是治疗单 去抓药交费吧 谢谢您 医生 胖子到了生谢 缓缓地出了门 真胖 江峰还有些感慨 不要随便疑问患者 都去忙吧 说着话 方寒也出了诊室 大概过了十来分钟 翟甲棚和江峰正在给另外一位患者做治疗 之前送胖子来的护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翟医生 江医生 王护士有事 翟甲棚问 翟医生 出来说 王护士招了招手 翟甲棚走出治疗室 问 怎么了 刚才治疗的那位患者呢 王护士问 哪位 就是那个大胖子 王护士提醒 做完治疗 走了 翟甲棚不解 怎么了 走了 王护士一愣 然后道 完了 完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翟甲棚有些疑惑 他没交费啊 王护士道 而且还没挂号 也没去拿药 这会儿不见人了 人跑了 翟甲棚也愣了一下 急诊科的一些程序 有时候和门诊 是有区别的 大多数的患者 自然是现在分诊台登记 然后挂号 治疗交费 拿药等等 可以写急诊患者 先治疗后交费的情况 也是有的 所以也就会出现 淘单的情况 刚才他喊着疼的不行 我就没让先挂号 说做了治疗去补号交费 刚才一忙 我也忘了 谁知道 王护士都快哭了 类似于今天胖子这种情况 王护士是要负责任的 人是他带来的 没挂号 没交费 做了治疗人跑了 按照医院的规定 不说治疗费全部让王护士补 至少也是要扣奖金的 护士们基本工资不高 急诊科现在奖金不少 这要是被扣了奖金 一月少拿上千块呢 第一千一百二十四章 又回来了 你别着急 宅家鹏推开门 向里面的江峰招了招手 宅医生 江医生 刚才那个胖子没交费 人跑了 你陪王护士去找一找 要是找不到就报警 看看警察能不能找到人 人跑了 江峰也愣了一下 虽说急诊科逃单不算什么稀罕事 可也不算太多件 真要天天有人逃 那还了得 急诊科出现最大坏账 逃单的是一部分 更多的还是抢救完之后 患者是真没钱 人就住在医院 就是没钱交费 医生们还不能把患者赶出去 而且急诊科有一部分危重患者 还是一些热心群众送来的 哪怕热心群众不亲自送 打个120 也总有急救车去拉人的 这一类患者 家属联系不上 患者昏迷不醒 你医院要不要救 就过来 有钱好说 补交费用 没钱呢 真没钱 人只要不逃 也总会有办法 无论是科室减免 医院减免 患者家属想办法 医生们最起码损失不大 无非是整个科室亏损 整体奖金少 可一旦有人逃单 负责患者的主之一 住院医 护士那都是要负责任的 钱少 可能就会有几位负责的医生护士 共同承担 钱多 医生护士们承担不起 也要被扣奖金的 医生护士们收入并不高 一味得为逃单的患者买单 怎么可能承受得起 是中心医院急诊科 曾经有一位医生 短短的两个月 就因为逃单的患者 补查了7000多块 当时那医生都不想干了 医院工资加奖金也就六七千 两个月下来 医院工资没了 每天起早谈黑的 玩护士这会儿也是差不多的心态 宅医生 人都走了 还能找得到吗 我们也没有留患者的资料 开方开单的时候 肯定是问了患者的名字的 可只有一个名字 找人也不容易 怎么了 三个人在门口正说着 方寒过来了 方医生 老护士可怜巴巴的看着方寒 委屈的道 刚才的患者跑了 如果真找不到 能不能动用援助基金给补上啊 要是补不上 我要被扣奖金的 搞不好还要被罚款 什么患者跑了 方寒问宅家旁 就是刚才那个胖子 没交费 也没拿药 出治疗室 久留了 人跑了 方寒也愣了一下 这是 还是他来将中院急诊科之后 第一次遇到呢 报警了吗 方寒问 还没呢 我正打算让江峰和王护士先去找一找 或许人家只是上个厕所什么的 宅甲鹏考虑的也比较周到 这会儿毕竟才过了20分钟不到 万一患者去什么地方打电话或者上厕所 他们这么大张旗鼓 遇到脾气不好的患者 搞不好要炸 嗯 那就先去找一找 找不到就报警吧 方寒说着 对王护士道 真要找不到 找陈远用援助基金 谢谢您 方医生 护士连忙道谢 去吧 方寒摆了摆 等王护士和江峰走远 方寒这才问宅甲鹏 治疗费是多少钱 股伤分区也属于急诊科 交费取药 统一都是急诊科的收费处和药房 一卡通 实名制在别的科室和门诊可以实行 在急诊科就有些行不通了 全国所有的急诊科室 那都是以抢救患者为先的 患者送到医院 必须先保命 这是第一点 前几年 偶尔还会听说某医院急诊科 因为患者交不起治疗费或者手术费之类 导致患者死亡的情况 这几年 几乎已经很少听说了 急诊制度在不断完善 一些大手术肯定是要交费的 可前提 患者不能因为医生的耽误而出现生命危险 如果因为救援不及时 患者明明已经送到了急诊科室 却因为医院的耽误而导致患者死亡 医生和医院都是要负责任的 搞不好主要责任人要被吊销行医资格的 股伤分区的治疗项目收费标准 也是医院统一的收费标准 方寒也没刻意去了解过 挂号费8块 有没有拍片 就一个复卫治疗费 120块 不拿药的话 总共也就128 宅家鹏道 128 方寒愣了一下 128就跑路了 看刚才的胖子 也不像没钱人 方医生 这么点钱 即便是报警 警察可能也不会太大回事吧 宅家鹏对方寒道 真要找不到 就走救援基金补上吧 别为了这点小事 扣了人家护士的奖金 这是咱们也有责任 以后注意点 钱不多 方寒也没当回事 说了两句 然后就去忙了 江峰陪着王护士找了一圈 没找到人 又等了一会儿 都超过半小时了 还是没找到人 就打电话报了警 大概十来分钟 来了两位警察 江峰和王护士 还正在给警察说着情况 急诊科门口就有人喊 医生 医生 有人吗 来打把手 江峰和王护士 往急诊科门口一看 差点乐了 他们正找到胖子回来了 被人搀扶着 这会儿正扶着急诊科门口的墙壁喘气 警察同志 人回来了 江峰都忍不住乐了 给警察说了一句 然后和王护士迎了上去 两个警察一看人回来了 也就不多问了 刚才也大概了解了一下 费用不多 处理起来其实都不好处理 人回来了 也不能算逃 这时又怎么了 王护士走到胖子边上 问 脚 我的脚 胖子呲牙咧嘴 一只脚轻轻地放在地上 没敢用力 医生 应该是脚扭了 你们快给看看吧 扶着胖子的是一位 四十岁出头的中年人 身材也算魁梧 可和胖子一比 那就显得小鸟一人了 先去挂号 交费 把刚才的费也补交了 王护士气呼呼的看着胖子 护士同志 您别误会 我刚才是忘了带钱包 也忘了带手机 这不是给您去拿了吗 不小心拔脚扭了 胖子有些尴尬 麻痹的 真倒霉 原本还以为能占个便宜 谁知道又拔脚扭了 其实吧 胖子刚才还在犹豫 是不是去别的医院 可想到方寒刚才的手法 他又回来了 钱不钱的无所谓 最主要的是人家水平高 先去交费 王护士再也不信胖子了 信了你的鬼 刚才一时心软 差点跟着倒霉 我去交 我去交 扶着胖子的中年人陪着笑 你们是不是找个轮椅 这家伙 我差点弄不过来 二百多斤的胖子 刚才差点压死他 去找了轮椅吧 江峰对王护士道 轮椅怕是撑不住吧 王护士这会儿来生气呢 看着胖子 提醒道 要是把轮椅做坏了 要赔 要不 我还是走着吧 胖子很郁闷 王护士嘴上说着 还是去找了轮椅过来 急诊科 单架 停车 轮椅这些都有 轮椅推过来 胖子小心翼翼地坐下 生怕把轮椅压坏了 王护士也不急 等着中年人挂了号 交了费 这才让中年人推着胖子去骨伤分区 中年人一边推着 一边骂 我说狗胖子 你他们也太不要脸了 一百多块钱的治疗费 你他们也逃 一百多 胖子有些不信 你看看 中年人把单子递给胖子 胖子接过来一看 一百二十八 他刚才估摸着至少也要好几百 甚至上千块呢 没想到这么便宜 推着胖子进了骨伤分区 翟甲鹏刚刚给另一位患者做完治疗出来 人找到了 怎么还坐上轮椅了 脚又扭了 王护士没好气得到 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 老天都看不过去 胖子低着头 麻痹的 太丢人了 推进来吧 翟甲鹏也是又好气又好笑 我能不能找刚才那位医生 胖子不乐意让翟甲鹏给他治疗 刚才弄得他可疼了 半天还没治好 还是刚才那位帅气的医生水瓶 还挑人 王护士哼了一声 去找方医生吧 翟甲鹏倒是不生气 这胖子 他还真不见得能处理好 方寒来得很快 进了门也是一愣 人找到了 跑的时候拔脚扭了 又回来了 王护士在边上道 我真是去拿手机去了 胖子便捷 自己回来了 坚决不能承认淘单 取个钱而已 我看看 方寒洗了手 弯下腰伸手捏了捏 脱臼了 啊 胖子一愣 又脱臼了 您没搞错 你这情况要注意了 骨质疏松 再这么下去不行 方寒说着话 道 脚踩地上 用力 别怕疼 胖子急忙照做 方寒在边上道 继续 用力 胖子正用力呢 方寒突然一脚踢了过去 脚尖正好踢在胖子的脚踝处 好了 我刚才给你开的外敷药 脚伤也可以用 啊 胖子活动了一下脚 真的好了 急忙站起身 还打算走两步 边上王护士急忙到 去交费 第一千一百二十五章 这次没脱臼 胖子看着王护士 我刚才真的是忘记带钱包和手机了 骗谁呢 我刚才都看到你的手机了 王护士才不信呢 胖子顿时就闹了一个大红脸 人家看到了 这就相当尴尬了 看吧 果然是打算跑跑 我刚才其实就没看到 王护士一脸得意 怎么样 被炸出来了吧 胖子脸皮厚 虽然有些挂不住 也不是很在意 回头看向方寒 我说医生 您就刚才那么一下 几秒钟的功夫 您就收我一百二十八 是不是心黑了些 王护士本来看着胖子就比较来气 听胖子这话 顿时不乐意了 怎么说话呢 方医生治疗得快 那是方医生水平高 没让你受什么罪 你还不乐意了 我没不乐意啊 就是论事嘛 就那么几秒钟 就一百二十八 太贵了 方寒也被胖子逗笑了 要不我帮你把脱旧的胳膊和脚踝又卸了 你去别的医院试试 卸了 胖子愣了一下 有些乐意义 有些乐意义 你要真能几秒钟把我的胳膊泻了 我给您出双倍 说着 胖子还专门补充道 先说好 必须像治疗的时候差不多 要是耽误的时间长了 我可不认 他还就不信了 这个年轻医生 还能像刚才那么快把他胳膊又给卸了 这可是你说的 把护士双手插腰 方医生 就让他长长记性 行了 别闹了 去交费吧 方寒笑了笑 没和胖子叫针 毕竟是患者 针要把对方胳膊又给卸了 对方闹腾起来 原本站立 也不站立了 看吧 我就说你不行吗 胖子洋洋得意 又和方寒商量 我说医生 好歹便宜一点 那么两三秒 就一百多 抢钱呢 你以为这是菜市场 护士都气乐了 见过奇葩 没见过胖子这种奇葩 怪不得这么胖 脑子里面也全是脂肪嘛 来到医院讨价还价 还便宜一点 跟着胖子一起来的中年人 都有些看不过去了 行了 狗胖 别丢人了 我就是论事嘛 胖子也是嘴碎 嘟嘟囔囔的 还是当医生好啊 你看看 赚钱多容易 几秒钟就赚我一百多 行了 都去忙吧 方寒说着话 从胖子边上走过 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肩膀胖了胖子一下 胖子肉多 起初也没在意 等方寒都走到门口了 他才突然啊压一声 我的胳膊 说着话 胖子还打算使劲 奈何做胳膊软啪啪的垂在一边 这会儿 翟甲鹏和江峰几个人才注意到 胖子的胳膊被方寒泄了 翟甲鹏都没注意 什么时候的事情 好像方寒刚才走过去 就碰了一下胖子吧 其实方寒刚才走过去 不仅仅碰了胖子 还碰了江峰 江峰和胖子站得近 方寒是从两个人跟前走过去的 可就那么一下就把胖子的胳膊泄了 跟着胖子一起来的中年人更是目瞪口呆 这他们也太神了吧 医生 胖子确定自己的胳膊再次抬不起来了 急忙喊正准备出门的方寒 还有事 方寒回过头 很是茫然 医生 我这胳膊 胖子都快哭了 你真他们把我胳膊泄了 而且还是神不知鬼不觉 他都没注意 几乎没什么感觉 胳膊 方寒走过去 准备检查胖子的右胳膊 胖子急忙道 这边 这边 则脱臼了 方寒装模作样的捏了捏 检查了一下 道 你这问题比较严重啊 一会儿功夫两条胳膊都脱臼了 要注意了 我注意你妹啊 胖子心里面骂人 嘴上却道 医生 快给我看看 方寒看了看 沉颜了一下 要不你去别的医院吧 我们医院比较黑 边上王护士强忍着不笑 坚决不能笑 你这刚才给我治疗的 没一会儿又脱臼了 这是你的责任 胖子眼珠子一转 我刚才复卫的是有胳膊 你这个是走胳膊 和我没关系 方寒摇着头 要不 你去院办投诉 胖子愣了一下 感情不是之前的胳膊啊 方医生估摸着这家伙早会这么说 江峰凑在翟家鹏耳边 低声道 翟家鹏点着头 也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 很显然 方寒是故意的 而且可能猜出胖子会这么说 不是 你刚才撞了我 胖子想起来了 方寒刚才撞了他一下 你也撞了我吧 方寒道 而且我就路过一下 你这就碰瓷了 说到这儿 方寒回头对江峰道 去把警察叫来吧 刚才没交费跑了 现在又碰瓷 交给警察处理吧 有钱科 警察知道怎么办 我你妈 胖子那个郁闷 这是吧 他其实不怕和方寒说 最主要的是刚才跑路 刚进门的时候 他都看到警察了 警察这要是再来了 正如方寒所说 有钱科 会不会向着他 叫警察就没必要了吧 胖子还是有些心虚的 陪着笑 您就帮我看看 这大热天的 去别的医院 您看看 我这体型 脚也才刚好 可是我们黑啊 收费贵 不贵 真不贵 我和您开玩笑的 胖子急忙道 你这个医生 真不识豆 开个玩笑 还叫真了 那行吧 方寒叹了口气 大热天的 我们医生 也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 江峰 再开个单子 先让去交费 是方医生 江峰都快憋不住了 再开个单子 不是医生 胖子急了 我这条胳膊 就不用了吧 不用吃了 方寒一愣 既然不用治了 那就算了 我没说不治啊 胖子急了 都不知道咋说了 他心里很清楚 他这个胳膊 绝对是方寒搞鬼 被方寒卸了胳膊 还要再掏一次钱 你究竟是是治还是不治啊 医生 咱平良心 我不计较了 你也不能收我钱了吧 胖子很无奈 你这人 怎么这样 王护士道 做一次治疗 收一次费 这钱又不是给我们医生护士的 方医生不收钱 自己掏腰包 要治疗就去交费 不治我就走了 还有不少患者呢 我没空在这儿陪你耽误 方寒板着脸 别想闹事 真要闹事 就找警察来 行了 胖狗 我去交费吧 边上的中年人也心中门清 估摸着人家医生是生气了 说实话 刚才看到收费单 中年人就知道这收费不贵 这种情况要去别的医院 拍个片 做个检查 杂七杂八下来 没有上千块你是别想 有的医院甚至还要开刀 刚才方寒给胖子治疗脚腕脱臼 中年人是看得真真的 高手 绝对的高手 你交费还不是我的钱 胖子那个委屈 那家伙拿着他的钱包呢 真以为那么大方 医院的走廊是有监控 治疗室和诊室一般没有 有时候医生会检查患者的隐私部位 诊室和治疗室大都是不装监控的 自己的朋友都被判了 胖子真是欲哭无泪 治我治还不行吗 江峰急忙开了一个单子 中年人拿去交费 等交锅费回来 方寒趁着胖子不注意 一碰 一拉 一送 这次的托就是方寒自己卸掉对方的胳膊 复卫起来要比上一次更简单 自己弄的 肯定要比那种意外情况导致的容易的多 放在以前 会功夫的 多少都会两手治疗跌打损伤的手艺 甚至一些人还有绝活 我卸了你的胳膊 除了我 别人都复卫不了 方寒其实也会 他要真用上手法 别的正骨医生还真不见得能复卫 行了 方寒走过去 洗了手 道 之前开的外敷的药 也同样用着 不要干体力活 你这身体 要注意啊 说着 方寒沉吟了一下 药可能不够 江峰 再给开点药 是方医生 江峰应了一声 急忙又开了个方子 递给胖子 您拿好了 过去去药方拿药 这药效果相当好 别的地方买不到 切记 一定要天天涂抹 要不然肿了发炎了就麻烦了 知道了 胖子真的是郁闷了 自己怎么就这么做呢 原本以为能省点钱 结果不仅没省 还多花钱了 走 胖子气呼呼地出了治疗室 江峰在后面提醒 您慢点 万一又脱臼了 又要麻烦我们方医生 我 胖子正走着 听到江峰的话 一个列前 哎呀 这是脚又脱臼了 江峰一愣 不会吧 轮椅 方寒提醒了一下 江峰急忙推着轮椅出去了 还好胖子是坐着轮椅来的 轮椅还在治疗室 胖子坐在轮椅上 又被推了回去 眼泪啊 擦的 二百多斤的胖子 此时哭得像个孩子 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 方寒蹲下身子 伸手捏了捏 做了个检查 这次没脱臼 就是崴了脚 呜呜呜 胖子哭得更凶了 第一千一百二十六章 方医生是不是有意见 你这个骨质疏松有些严重 身体太胖了 方寒又给胖子开了个方子 回去好好吃上一段时间 胖子的眼中还带着泪花 真的是多愁善感的一个胖子 就是太抠了些 方寒看得出来 胖子的家境应该是不错的 不说多有钱 最起码不差钱 就是有着抠门 喜欢占小便宜 搞不好这胖也是因为抠门 爱占小便宜导致的 这世上的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 人的性格也是如此 抠门 爱占小便宜的人 往往也比较节俭 节俭的后果有很多 不浪费就是其中之一 这胖子抠门 爱占小便宜 吃饭的时候就喜欢吃得干干净净的 搞不好公司如果管饭 胖子还要强撑着多吃两份 反正不要钱 这样的性子也就造成了胖子这样的吨位 再加上运动勺 骨质疏松就有些严重了 吨位大 再加上骨质疏松 稍不注意 就容易骨折 脱臼 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 身体才是自己的 把身体调理好 方寒尊尊告诫 这次出去就别走了 坐轮椅吧 你们开车了没有 开了 开了 胖子的朋友急忙道 直接送车上吧 到家之后小心一点 先敷点药 这两天尽量不要太走动 也不要完全不动 等恢复一些 还是要适量运动的 把胖子送上车 王护士这才忍不住了 放声笑了出来 这胖子太逗了 方医生 您怎么就知道他不敢闹腾 宅家鹏也有些好奇 真要说起来 胖子的左臂其实是方寒搞的鬼 胖子真要闹起来 其实还是有点小麻烦的 猜的 方寒回了一句 进了科室 其实吧 刚才胖子真要不掏钱 方寒也给胖子治了 就是吓唬一下对方 嘴太碎了 一个大男人 二百多斤的胖子 嘀嘀咕咕 什么医生赚钱容易 医院太黑 方寒就听不过去了 当然 方寒之所以不胖 也是因为他用了手法的 他能轻易地卸掉胖子的胳膊 自然也能帮胖子再复尾 所谓一高人胆大 不外如是 下午下班 方寒正换着衣服 方浩阳的电话就到了 地下停车场 速度 方寒来到地下停车上 帕萨特轻轻地明了一下号 方主任 邝主任 方浩阳开着车 邝明卓坐在副驾驶 上车吧 今天让你小子享受一下领导待遇 方浩阳开着玩笑 车都给你打凉了 两位领导坐前面 我坐后面 腿有些软啊 方寒嘴上说着 却已经上了车 看看 这小子 说腿软 上车是一点不含糊 腿软才要赶快上车 要不坐地上了 论嘴皮子 方寒还没输过谁呢 当来江中院实习的时候 就让一群实习生吃了亏 第一次被任海强知道名字 也是因为耍嘴皮子 方医生一般懒得和不太熟的人多说 可真要说 龙警官都经常气得牙痒痒 燕京医院的医生们吃饭有常去的地方 江中院的主任领导们 吃饭其实也有常去的地方 只不过方寒以前没去过 地方不远 距离江中院也就十多分钟的路程 天热 方浩阳懒得走 这才开着车 可能是早就打过招呼了 方浩阳的车子刚到 就有人迎了上来 方主任 知道你要来 专门给您留了车位 您这边请 一位中年人前面指挥着 方浩阳很是顺利的停车入库 好经理又赴台了 方浩阳下了车 笑呵呵的和中年人打着招呼 方主任说笑了 好圣灵满脸堆笑 不愧是生意人 这位就是邝主任吧 这位年轻帅气的肯定就是方医生了 方浩阳还没介绍 好胜利就自己认出来了 饭店的名字叫好再来 属于中等档次的饭店 好胜利自己就是老板 他这饭店就开在江中院附近 档次还凑合 再加上味道不错 平常总有江中院的医生来吃饭 一些医药代表请客 也喜欢选这儿 价位不算贵 大家都满意 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位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靠近江中院 好圣灵对江中院的一些领导主任也有了解 虽然没见过邝明拙和方寒 可对方早就看过照片了 这年头 医生的收入或许不高 可人员绝对没得说 再加上能来这儿的 小医生其实不多 大都是资深主治 富高以上的 好圣灵也不敢随便得罪 这位是好再来的老板 好圣灵好老板 在咱们江中院边上开饭店也有七八年了 味道还行 没事你们也可以过来 咱们江中院的医生一律打七折 方浩阳笑着对方寒和邝明拙道 还好不是打骨折 邝明拙开了句玩笑 好圣灵很会接话 什么话都接得住 笑着道 邝主任说笑了 您这是巴不得我把客人们都打骨折 然后送去咱们江中院的骨伤分去吧 那方医生就有的忙了 邝明拙笑着道 几位里面请 外面热 里面空调开着 好圣灵笑着招呼 邵院长来了没有 方浩阳一边往近走 一边问好圣灵 来了 已经到了 好圣灵笑着道 一号包 客人倒是先到了 方浩阳说着话 几个人在好圣灵的带领下已经到了包间 推开门 邵友亮一个人坐在里面 方主任 看到有人进来 邵友亮急忙起身 我们这东道主倒是来到邵院长后面了 方浩阳和邵友亮握着手 这两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 不用 不用 邵友亮笑着道 邵主任 方医生 那可是业界鼎鼎大名 我要是不认识 那可就要去看眼科咯 说着话 四个人依次落座 方浩阳问 邵院长 喝酒还是喝茶 要不省两倍 方主任说了算 我今天是客随主便 来两瓶茅台吧 方浩阳对好圣灵道 邵院长是贵客 肯定要招呼好 今天这菜可不能给我掉链子 方主任放心 绝对让邵院长满意 说着好圣灵笑着退了出去 不多会儿 拿了两瓶茅台进来 亲自给几个人倒上酒 这才又退了出去 方主任 邵主任 方医生 我先敬几位 邵友亮端起酒杯 笑着道 方主任可不要怪我这个客反客为主啊 邵院长敬酒 那是必须喝的 哪儿还能怪罪 说着话 三人干了一杯 喝过之后 邵友亮这才笑着道 邵主任 方医生 咱们今天第一次打交道 这就算是认识了 交个朋友 以后有用得上我邵某人的地方 尽管开口 邵友亮不愧是中介起家的 嘴皮子也很溜 同样很会说话 邵院长客气了 谁不知道邵院长是业界的大拿 以后还要邵院长多多照顾 邵明卓也是知道邵友亮这个人的 邵友亮算是有华的大股东之一 有华并不是一个人做起来的 但是能做这么大 邵友亮的功劳绝对不小 邵友亮也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 燕京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最初也是在医院干的 而且在业界铭记不小 后来才跳出去 开始做中介 现在更是有华医院的院长 无论是人脉还是影响力 邵友亮并不比一些顶尖医院的大专家差多少 邵明卓在美国的时候 就听说过邵友亮这个人 方寒和邵友亮不太熟 所以不怎么吭声 邵主任的大名我也是早有耳闻 秘国麻省总医院 这儿说一下 邵明卓是麻省 之前有个地方搞混了 更正一下 出来的大拿 有机会希望能和邵主任多多交流 邵友亮和邵明卓互相客套了两句 然后看向方寒 方医生的大名我也是早有耳闻 江州省最年轻的一颗圣手 无论是内科还是外科都相当精通 以前总是听说方医生年轻 对见了真人才知道 真的是年轻的让人惊叹 方寒没吭声 礼貌的笑了笑 不太熟 没什么好说的 最主要是人家夸他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 礼貌式的微笑回应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哈哈 方医生还比较腼腆 看到方寒不吭声 邵友亮多少有些尴尬 就像是自己在唱读角戏 向方浩阳笑了笑 缓解自己的尴尬 方浩阳看了一眼方寒 这小子腼腆 这小子要是腼腆 这世上就没有腼腆的人了 方浩阳记得 自己最初和方寒打交道的时候 这小子就是一脸憨厚 笑得很礼貌 方医生一直如此 邵院长别介意 邵明卓笑着替方寒说了句话 怎么会呢 邵友亮笑着道 能认识方医生这么年轻的一介新秀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说着 邵友亮端起酒杯 对方寒道 方医生 我先干为敬 希望我们能有机会多多交流 谢谢陈院长 方寒端起酒杯示意了一下 微微皱了皱眉 然后一口喝干 其实他不是怎么喜欢喝酒 方医生是不是对我们有华有什么意见 邵友亮放下酒杯 是探着问 没有啊 方寒摇着头 邵友亮有些不信 刚才方寒皱眉 他是看到了 他这次找上江中院 就是奔着方寒来的 邵明拙其实只是搭头 方寒要是对有华有什么意见 那就相当不妙了 第1127章 你不是一个人 老邵 晚上10点 邵友亮回到酒店 邓先华正在房间看着视频 看到邵友亮回来 邓先华给邵友亮倒了一杯茶水 笑着道 喝了不少酒吧 喝点茶 醒醒酒 也没喝多少 邵友亮接过茶杯 在沙发上坐下 谈得怎么样 邓先华问 说不上来 邵友亮摇着头 要说不愉快吧 方浩阳和邝明拙的态度 还是很不错的 方寒也来了 可要说愉快吧 方寒一直不怎么说话 好像对咱们有华有意见 这会儿邵友亮 还有些摸不清楚方寒的意思 快7点的时候开饭 4个人一直吃到9点多 快10点的时候才散 喝了两瓶茅台 酒确实喝得不算多 却也不算少 邵友亮觉得聊得还是可以的 可方寒好像却性质不高 时不时的皱眉 这就让他有些不是很明白 方浩阳和邝明拙不重要 重要的是方寒 邓先华拉过邵友亮 指着自己正在看的是频道 你看看 这一台干切除手术 术中发现血管瘤 这可是相当有难度的一台手术了 这种情况 哪怕是陈培中或者郭定文遇到 估计也要头大 可你看看方寒 说着邓先华把视频后退 正好倒退到发现血管瘤的时候 你看看这操作 林薇不乱 成竹在胸 操作得非常稳 就好像这个突发事件 对他没有完全的影响 这种水准 哪怕是麻省总医院的乔恩 也不敢说毫无波澜 邵友亮很认真地看着 方寒的几台手术 邵友亮和邓先华都看了不止一次了 可每次看都觉得震撼 邵友亮和邓先华算是有华的创始人 两个人这么多年也接触过不少专家 看过不少手术视频 可不得不说 方寒的操作真的是相当了得的 厉害啊 邵友亮情不自禁地感叹 你看 这分寸把握得非常好 这个血管瘤 一旦破裂 后果不堪设想 单独处理倒是不难 可术中突然出现 手术的风险那是成绩和倍低增的 看过这一段视频 邓先华又点着桌子上的几个病案 道 你再看看这个 原本患者是需要做搭桥手术的 却没有做 完全靠保守治疗 现在恢复的相当不错 而且听说方寒的女朋友 是做过心脏半膜修复的 可恢复的情况 相当好 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这些东西 邵友亮 邓先华其实都不止一次看过了 要不然他们也不会看中方寒 老邵啊 单从这些东西看 这个方寒可是很了不得的 现在欠缺的就是知名度 假以时日 这位必然是国内炙手可热的专家名医 要是能和这位搞好关系 对我们有华的好处那是难以估量的 邓先华目光灼灼 他们有华的客户大都是有钱人 有钱人往往也比较挑剔 都想找最好的专家 方寒现在的名气确实不算大 可方寒年轻啊 水平这么高 将来名声大噪 那是必然的 最主要的是 方寒做的手术成功率很高 预后也非常好 截止现在 方寒做过的手术差不多有三十多台 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患者的预后远超其他医生 这样的医生 谁不喜欢 既然方寒没说什么 想来也是没什么意见的 少友亮笑着道 再说了 咱们有华的患者 出的车马费和专家费都是相当不错的 这年头还有人和钱有仇 另一边 方寒和方浩阳 邝明卓三个人出了酒店 慢慢悠悠地走着 因为喝了酒 回去也没法开车 方浩阳的车就留在饭店门口 老板也能找方浩阳要停车费 出租房现在住着田田和海燕 方寒现在晚上是要回家住的 邝明卓也不能开车 三个人找了个比较好等车的路楼 一边等车 一边说着话 小方 你怎么看与华 什么怎么看 方寒一愣 不是私人医院 医疗中介吗 没兴趣和有华合作 方浩阳问 到时候看吧 有空了就去 没空了就不去 方寒是很随意的态度 他对外科手术不热衷 两次复制技能其实都是有特殊因素的 至于飞刀 他也不是很在意 而且方寒现在也不差钱 不提他自己的收入 拆迁的狗大户 那绝对算是有钱人了 而且作为股商分区的负责人 方寒的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 基本工资加上奖金 每月也有上万块了 就这还是因为方寒不怎么做手术的缘故 他要是敞开做 再偶尔开开飞刀 每月两三万绝对是很轻松的 作为医生 水平到了方寒这种程度 不说大富大贵 绝对也不会为了生活而发愁了 遇到有钱的患者 只要能救命 那是多少钱都愿意出的 钱再重要 也要有命花才行 笨 方浩阳对方寒的反应还是相当满意的 这样他才放心嘛 对江中月来说 现在能给方寒的有些东西 其实已经相当有限了 随着方寒的名气渐渐传开 想要挖方寒的顶尖医院 绝对不止一家 真要说待遇 江中月还真不占优势 说了会话 有车来了 方寒路远 先上了车 到家已经快十一点了 冲了个早 方寒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看着手机 回家了吗 方寒正看着手机 龙亚新就发来了一条消息 小窝窝被学生占了 现在方寒和龙亚新自然也分开了 方天现在在家 方寒晚上都是和老爷子睡一起 下午下班的时候 龙亚新给方寒发了一条消息 方寒告诉龙亚新 去蹭饭 没想到龙亚新这会儿还没睡 刚回来 在客厅呢 你怎么还没睡 龙亚新都准备睡了 是探着发了一条消息 没想到方寒竟然回了 顿时坐了起来 笑隐隐地打着字 睡不着 两个人毕竟是出场禁果 这在一起还没待多久呢 自然有一种难舍难分 这么晚了 怎么还睡不着 方寒打着字 然后发送 你猜 我猜你是缠我的身子 流氓 龙亚新乐不可知 和方寒打着字 也显得相当开心 那你就不缠我的身子吗 也缠 方寒回了两个字 龙亚新的脸顿时红成了红苹果 那你来 龙亚新继续打着字 手指头好像都有些颤抖的感觉 太羞涩了 这么晚了 龙叔叔和云衣都睡了 万一听到动静 觉得家里闹鬼了就不好了 我又没在家 龙亚新继续打字 我在单位宿舍呢 单身宿舍哦 后面还配了一个勾引的表情 方寒正看着消息 突然一愣 一个人 还是单身宿舍 真的好诱惑的样子 瞎说你绝对不是一个人 方寒沉吟了几秒 继续打着字 我明明是一个人 哪儿不是一个人了 龙亚新愣了一下 继续打字 要不要我给你发个视频 发视频也不是一个人 你骗不了我 绝对两个人 龙亚新乐了 小子 我是警察 大半夜的你觉得你能吓到我吗 什么妖魔鬼怪我都是不怕的 我又没有说妖魔鬼怪 但是你真的不是一个人 方寒继续打着字 可我就是一个人呀 龙亚新道 你吓不到我的 别以为姐是那些没见过失眠的小姑娘 不吃你那一套 龙亚新觉得方寒是故意吓唬她 大半夜的不是一个人 那是几个人 台发视频都不是一个人 我没吓唬你 但是你真的不是一个人 方寒继续打着字 龙亚新好像反应过来了 你说谁不是一个人 你才不是人呢 这家伙好像在骂他不是人 我不是那意思 我是说你真的不是独自一个人 方寒继续打字 没骂我 龙亚新愣了愣 继续打字 那你说我不是一个人 还有谁 你和你姨妈 方寒继续打字 然后发送 龙亚新的脸疼了一下又红了 流氓 实话实说 怎么就流氓了 方寒也笑了 他的记忆也不错 刚才突然一愣 觉得差不多应该就是这个日子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是不是没想好事 龙亚新质问 我原本是想着好事来的 突然觉得有人打扰 可能没好事 龙亚新捂着嘴偷笑 真的笑得肚子疼 你意思你刚才打算来的 后面配了一个偷笑的表情 大概有三秒钟的沉思 方寒想了想 实事求是的回答 三秒钟你就想到我不是一个人 龙亚新都无语了 方寒这脑子里都装的什么玩意 不是 我现在才想到 你真的不是一个人 方寒打着字 明明不是一个人 还诱惑我 所以不是一个人 龙亚新盯着手机屏幕 看了好半天 这才醒悟 方寒这次是真的骂他不是人 混蛋 龙亚新咬着牙 不理你了 我睡觉了 这家伙太坏了 他怀疑 方寒其实从头到尾 都在拐弯抹角地骂他 嗯 晚安 方寒拿着手机 也笑得很开心 嗯 两个人的感觉好像还不错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章 苗医生的得意 罗小辉这几天相当高兴 每天都是乐呵呵的 干着活心里也是得劲的 全身都充满了动力 小罗 家里媳妇快生了吧 咽上的宫有笑呵呵的询问 快了 快了 距离预产期还有五天 罗小辉说着就拿出烟给众人派烟 上次检查的时候 我家婆娘偷偷听医生说了 是龙凤胎 双胞胎 产检的时候医院一般都会告知 可孩子的性别 医院一般都不会多说 之前还有人和罗小辉开玩笑 万一生两个儿子咋办 说实话 罗小辉还真有点发愁 这年头养孩子不容易 养儿子更不容易 不说小时候上学什么的 长大了娶媳妇 就能把人头发愁白 彩礼贵不贵的先不说 很多时候你彩礼背着 也不见得就能找得到媳妇 除非那种贼有钱的 一般家境 东拼西凑的凑足了彩礼 而媳妇没着落 但也是白搭 这也就导致现在一些人 虽然想要个儿子 可也不敢要多了 一个就好 两个就有些发愁了 一儿一女 是最圆满的 儿女双全 那是最好不过 媳妇坏了双胞胎 上次产检医生偷着聊天 说这个可能男孩 那个可能是女孩 就被罗小辉的爱人听到了 回家告诉了罗小辉 罗小辉顿时就乐开了花 一次救儿女双全 实在是再好不过 这几天罗小辉干活都是开心的 小罗运气好啊 是啊 龙凤胎 这一次就把心愿满足了 工友们抽着烟 也是笑呵呵的 说什么呢 这么开心 几个人坐着正抽着烟 说着笑 彭东海笑呵呵的走了过来 彭总 彭老板 头来了 工程队 没正经公司那么讲究 彭东海过来 称呼什么的都有 大多数人也比较随意 这会儿还没开工 大家正准备上工呢 抽干烟 聊个天的也不算偷懒 头 小罗媳妇快生了 怀了个龙凤胎 这小子 这几天都乐得合不拢嘴了 有人笑着给彭东海说道 呀 这是怎么也不给我说 彭东海笑着道 小罗 恭喜了 什么时候生 要不给你放几天假 可别 罗小辉急忙道 我家婆娘就在江中 和我住一块 晚上给我做个饭 现在就我一个人上工 休几天假 可耽误不少钱呢 等预产期到了 我再休假 说着 朵小辉还笑着道 头到时候能不能给我支点钱 类似于这种小工程队 工资大都没有越解一说 除非走人 大都是一个季度节一次 毕竟上面节钱也是按照进度来的 特别是装修 都是提前预付一点材料费 活干完了才结清 真要越节 老板也可能负担不起 这几个人就是彭东海找来给方寒装修新房的 也都跟着彭东海干了好几年了 这是还用说 彭东海笑着道 今天下工的时候找裴叔把工算一下 我把你今年的的工资都给你 生孩子这可是大事 到时候媳妇坐月子 可不能马虎 谢谢头 罗小辉笑呵呵的 彭东海这个头还是很不错的 给钱爽快 老公人谁家有歌势 甚至还能预知 大家都喜欢跟着彭东海干活 头抽烟 说着罗小辉急忙给彭东海递了一根烟过去 你个小罗 平常可都是很抠门的 这一次倒是大方了 彭东海开着玩笑 想抽你小罗一个烟 可不容易 就是 这小子平常可都是一毛不拔 边上众人也笑着道 不过都是开玩笑 没人计较 罗小辉今年25岁 初中毕业 学了泥水匠的活 干活卖力 而且会过日子 花钱也都节省 这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真的不多见了 大家嘴上说着 其实都很喜欢小罗这个小伙子 行了 准备开工 彭东海身手在客厅比划着 这原本的踢脚线还有棱边 都给我砸了 上食材 有些地方的水电也要重走 卧室加两个灯 房寒的心房全全交给彭东海了 彭东海就没打算收钱 而且是打算给方寒好好装修的 是下了大力气的 这原本的精装修 基本上等于废了 彭东海正给几个人安排着 罗小辉的电话响了 啊 啥子 肚子疼 可能羊水破了 好 我马上回来 说着挂了电话 罗小辉急忙对彭东海道 彭总 我家婆娘可能要生了 行 那你赶快去吧 彭东海点了点头 罗小辉都打算走 他又急忙喊住 我开车带你去吧 你媳妇住得远不远 不远 不远 行 那我送你们过去 说着彭东海对其中一位中年人道 裴叔 就按照我给你之前说的 先把该砸的地方砸了 水电先走一下 一定要弄好 质量是第一位的 孩子 你就放心吧 裴叔点着头 他算是彭东海的远房亲戚 清楚这房子是谁的 自然不会马虎 走 小罗 彭东海招呼一声 带着小罗到了地下停车 开着车先去接了罗小辉的妻子 然后问 你们去哪一家医院 平常产检都是在江北区医院的 就去区医院吧 罗小辉道 也就是生个孩子 去医院就行了 他们不算有钱人 大医院也没必要去 费钱 那行 我送你们去区医院 彭东海点着头 也没多说 生孩子住院 定点的县医院和去医院报销力度要大一些 罗小辉虽然不是彭花村的 却也是江北区的村民 彭东海工地上不少人都是边上一些村庄的 江中市下辖只有两个县 以前不少县都病入江中市的几个大区了 彭花村也隶属于江北区 小方来了 早上 方寒来到科室 医生护士们依旧是客气的招呼 不过在江中院 可以很自然 也很随意地称呼方寒小方的却不多 在急诊科 也就是方浩阳 李文君 哪怕是匡明拙 也很少称呼小方 总是方医生 方医生已是尊重 只不过眼前这人不是方浩阳 也不是李文君的话 整个急诊科 也就只有一个人有这个资格和这个底气了 毫无疑问 除了苗大龙 也没人有那个胆子 苗医生回来了 方寒笑着招呼 苗大龙之前去户上进修去了 为期一月 这是进修归来 春风满面啊 苗大龙这个层次的主治 依据护上燕镜等地方进修 那就是妥妥的镀金了 哈哈 昨天刚回来 苗大龙笑呵呵的 很是随意地问 听说你爸前几天住院了 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 恢复得还行 谢谢苗医生关心 方寒很客气 没想到我出去一阵 咱们急诊科发生的事情不少 苗大龙有些感慨 将中院和朴霍金斯医院合作 前几天的事故等等 苗医生 方医生 方寒和苗大龙说着话 陆陆续续也有医生来了 路过都客气地打声招呼 苗大龙笑呵呵地应着 吴主任 吴小冬也凑巧从边上路过 只不过看到苗大龙 就当没看见 苗大龙却故意叫了一声 呀 这是老苗回来了 吴小冬装着才看到的样子 惊讶了一下 然后向方寒点头 方医生 吴主任早 方寒也点着头 吴小冬打了招呼 也不多呆 迈一步就走 小方 那我先去忙了 闲了再聊 临走苗大龙还不忘向方寒告别 哎 吴主任 等等我 苗大龙紧走两步 追上吴小冬 我说吴主任 走这么快干什么 吴小冬懒得搭理苗大龙 这家伙 刚回来就来自己面前装笔 苗大龙跟着吴小冬 也不管吴小冬听没听 叹着气 刚回来就听说咱们医院和普霍金斯医院合作了 嘖嘖 小方就是厉害 吴小冬加快不乏 小方就小方 干嘛咬字那么重 在谁面前装呢 心中嘀咕 吴小冬还不好都说 麻痹的 现如今能称呼方寒一生小方 那还真是一种逼格 苗大龙这家伙 别的本事没有 倒是硬气好 方寒刚来就跟着苗大龙 算起来倒也算是方寒的半个领路人 吴小冬加快步子 苗大龙依旧跟上 大家同路 距离值班室就这么近 有必要吗 苗大龙心中那是喜滋滋的 方寒越是出息 越是能耐 苗大龙就越是高兴 很是有一种成就感 别人都觉得苗大龙是硬气好 最初方寒到急诊科的时候 正好是苗大龙带着的 其实不然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运气是一方面 苗大龙的为人也是一方面 方寒刚来急诊科实习的时候 苗大龙就很放全 这才有了方寒展示和发挥的空间 要不然 你水平高了不起啊 在医院这种地方 实习生算个屁 上级医生给你机会 你才有机会 不给你机会 你实习一年也不见得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 这一点也是方寒感激苗大龙的地方 而且最初实习的时候 苗大龙也确实是比较提携方寒的 没少给方寒说一些经验 当然 虽然很多时候 苗大龙的本意都是笨着装逼去的 可结果却相当好 很多东西方寒也确实听进去了 也受用不小 第一千一百二十九章 一个孩子不见了 医生 医生 罗小辉抱着妻子下了车 就冲进了江北区医院的门诊 大喊大叫 怎么了 有护士急忙迎了上来 我媳妇羊水破了 应该快升了 停车 护士急忙招呼 很快有停车推过来 放上去吧 然后去挂好交费 医生 我媳妇怀的是双胞胎 你们一定要注意啊 罗小辉有些舍不得走 握着媳妇的手 叮嘱道 行 我们知道了 去交费吧 我去吧 彭东还走了上来 他在外面停好车 才进来看情况 晚了小半步 头还是我去吧 啰嗦个什么劲 我去吧 彭东还说着 问护士 我直接过去交费吗 报孕妇的名字 挂个号 然后交孕妇金就行 随便交一点 针对这种急诊 医院的制度也想对宽泛一些 最起码不一定必须要实名 后续资料可以等患者稳定再说 毕竟救人是第一位的 因为大多数急诊 患者要么是半路来的 要么家里人着急 不可能都带着身份证和证明身份一类的东西 行 谢谢您 彭东还到了声谢 问了一下罗小辉妻子的名字 然后拍着罗小辉的肩膀 去吧 不要着急 你小子就等着当爸爸吧 说着彭东还就去交费了 罗小辉和护士一同推着平车到了产房门口 就被拦住了 患者家属在外面等着 准备好孩子所需要的东西 产房里面不允许进 护士 都需要什么 罗小辉急忙问 包孩子强保 小孩衣服 一个小上衣就行了 再准备集卷卫生纸 羊水已经破了 你速度准备 搞不好马上就需要 说着护士已经推着平车进去了 产房的门也关闭了 罗小辉站在外面 一时间着急的不知道如何是好 他又不懂 来得又比较急 什么东西都没带 去准备吧 又怕里面有什么事 不去吧 人家又要用 正着急呢 彭东海来了 别着急 一般生孩子都没太大的危险 就等着好消息吧 现今社会毕竟不像以前了 医学发达 生孩子的危险相对来说小了很多 出现生命危险的概率更低 彭东海虽然还是单身汉 可作为老板 这会儿却有定海神针的作用 头 人家还需要东西 您帮我在这儿等着 我去准备 罗小辉急忙道 行了 你今天是准爸爸 需要什么 我去吧 彭东海笑着道 这怎么好意思 虽然平常干活的时候 大家都和彭东海开玩笑 没大没小 可不管怎么说 人家彭东海都是老板 罗小辉怪不好意思的 我就跑个腿 钱还要在你工资里扣 彭东海笑了笑 问 需要什么 说是要抢保 小孩的上衣 还有卫生纸什么的 罗小辉急忙道 行我知道了 彭东海应了一声 就去买东西 像各地县医院和区医院 妇产科往往才是主流 医院边上卖小孩用品的商店很多 什么奶粉 卖瓶 尿不湿 抢保 衣服等等 彭东海也不懂 随便找了一家店 给人家老板说了一下 老板就给挑了东西 刚出生的孩子 这么大衣服就行了 往往也就穿一个上衣 这是强保 彭东海买了东西 急匆匆赶到产房门口 罗小辉还在产房门口来回走动 嘴里面念念有词 一定要没事 一定要没事 还没生 彭东海走进来问 还没呢 罗小辉有些担心 这都进去一小会儿了 别着急 生孩子这种事 有的人快 有的人慢 耐心一点 单身狗 彭东海此时倒是显得很有经验的样子 陈秀文的家属 正说着 产房门打开 有护士从里面出来 墙保还有衣服 尿不什么的给我 彭东海急忙把手中的东西递了过去 他的东西都是老板挑的 很齐全 顺带一大包纸 罗小辉还没来得及问情况 人家护士拿了东西就又进产房里面去了 产房里面 医生们正在接生 露头了 深吸一口气 使劲 中途不要唤气 一口气憋住 陈秀文深吸一口气 然后使劲 正使劲呢 就觉得下面一空 边上的护士喊 出来了 是个女孩 说着在孩子的屁股上拍了两下 产房里面传出孩子的哭声 五斤三两 抱着孩子放在边上的电子秤上 护士抱着体重 你稍微缓一缓 还有一个 生孩子比较费体力 有护士给陈秀文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陈秀文看了一眼边上护士正在擦湿的孩子 脸上露出微笑 点了点头 行 咱们开始吧 稍微恢复了一下 医生就准备继续接生 只是等了好一会儿 也没见第二个孩子漏头 习医生 大出血了 没有等到第二个孩子漏头 却等到了大出血 负责接生的医生和护士都有些慌 我看看 说着医生伸手进去摸了一下 也没有摸到孩子的头或者脚什么的 这一摸 医生就有些惊 齐医生 怎么了 没有摸到第二个孩子 医生有些诧异 不是说双胞胎吗 而且看孕妇的肚子 很显然还有一个孩子才对 我再看看 看看能不能摸到羊膜囊 说着 齐医生又伸手进去 这一摸 齐医生的心中更惊了 不仅仅摸不到羊膜囊 也摸不到胎儿 接生的这位齐医生毕竟只是主治 这一下他就有些慌了 齐医生 出血量不少 怎么办 边上的护士也有些慌了 一般来说 顺产多少都会有出血 但是大出血的概率却不算太高 出血量通常不会大于10% 这是由于大多数女性在顺产的时候 都不会出现子宫收缩乏力 以及胎盘粘连 或者是宫颈撕裂等情况 顺产时大出血常常是由于胎盘粘连 或者顺产时间太久 体力消耗过多 导致子宫收缩乏力 以及生产的时候胎儿过大并且用力不均 导致了宫颈严重撕裂 才可能会引起顺产大出血的表现 刚刚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产妇并没有出血状况 可耽误了这么会儿 第二个孩子没有出来 产妇已经出现大出血的情况了 通知一下主任 齐医生也有些猛 他刚才已经探查了两次了 并没有找到第二个孩子 这就奇了怪了 有护士去通知主任去了 编上另一位护士低声问 齐医生会不会是产检出错了 其实并不是双胞胎 我查看了孕妇的资料 产检一直是在咱们医院做的 之后的几次产检 都显示是双胞胎 出错的概率不高 齐医生摇了摇头 产检一次可能出错 不可能每次都出错 前几年医疗仪器还不算太先进 而且产检的频率不高 有的孕妇产前就做一两次产检 偶尔有查错的可能 原本查着是双胞胎 结果接生的时候只有一个孩子 这几年 这种概率已经相当低了 之前罗小辉就提醒 他妻子是双胞胎 齐医生也特意看了患者的病史 因为之前就是在江北区医院做的产检 很多东西都能查到 齐医生觉得出错的概率不高 主任来得很快 什么情况 高主任 产妇产前检查显示是双胞胎 现在只生了一个孩子 第二个孩子却怎么也找不到 而且已经大出血了 因为还有一个孩子没出生 顺产出血的情况不算罕见 大出血的概率虽然不算高 可作为妇产科的医生 遇到的次数绝对不会少 齐医生也干了十来年了 也不是没遇到过大出血 只是这一次情况特殊 高主任 现在产妇大出血 如果采用常规的止血措施 就会对未出生的孩子造成影响 可要是不止血 这么下去 会有生命危险啊 齐医生对高主任说着情况 准备开腹手术 高主任亲自查看了一下 迅速做了决定 同时对齐医生道 去和产妇家属沟通一下 说明一下情况 产房外面 罗小辉来回走动着 若大一个产房 自然不止陈秀文一位产妇 门口也有别的家属等待着 这会儿罗小辉已经看到有产妇出来了 人家的丈夫高兴地抱着孩子 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呢 正等着产房门打开 一位医生走了出来 谁是陈秀文的家属 医生 我是 我是 罗小辉急忙走上前去 医生 我媳妇怎么样了 孩子生了吗 有个情况我要跟你说明一下 刚才接生 生了一个女孩 五金三两 很健康 但是第二个孩子现在还没找到 孕妇大出血 我们决定马上进行开复手术 这边还需要你签字确认 罗小辉听到医生的前半句话 脸上的笑容都已经绽放了 正打算感谢呢 听到后半句 脸色就变了 第二个孩子没找到什么意思 现在还不清楚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检查 习医生道 现在刻不容缓 还需要你尽快做决定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罗小辉顿时有些慌了 一个孩子找不到 他有些难以理解 第一千一百三十章 无巧不成书 怎么了 彭东海走上前问道 原本医生喊患者家属 彭东海并没有凑上去 毕竟是外人 患者的一些隐私 往往都不能让太多的人知道 有时候哪怕是公共婆婆 医生也是要避讳的 更甚者一些情况 是不是需要向患者家属说明 医生都要询问患者的 什么人能说 什么人不能说 这都是要格外慎重的 要是不慎重 搞不好医生的一句话 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之前将中院妇产科的 那位小护士就是例子 好在后来产妇的丈夫回来了 没有在计较以前 要是人家两口子 因此闹了离婚 搞不好产妇天天要来闹事的 看到罗小辉好像有些失去理智了 彭东海这才急忙上前询问 头 他们说有个孩子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怎么会找不到呢 你说 好端端的怎么会找不到呢 罗小辉这会儿 确实有些过于激动了 主要是他认识有限 也没法理解 孩子生下来不健康 亦或者什么情况 罗小辉哪怕不好接受 好歹还能理解 可现在 一个孩子找不到了 怎么会找不到 这简直匪夷所思吗 小辉你先别激动 彭东海安慰了一下罗小辉 这才问医生 怎么回事 一个孩子怎么会找不到呢 问话的时候 彭东海的语气是有些严厉的 初中毕业 摸爬滚打 能到现在年入百万 彭东海自然是很有手腕的 见识也不少 罗小辉这会儿或许还没别的什么心思 可彭东海却已经有了 他甚至怀疑 是不是医院的医生把孩子藏起来了 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之前彭东海可是看过一则新闻的 某地方富有保健院的主任 私底下竟然干着贩卖儿童的勾当 人心险恶 这世上真的是什么人都有 因为方寒是医生 彭东海下意识地就对医生很有好感 也把医生们都想得很好 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也难免有一些丧尽天良的 某些伟大的行业 往往都是被一些害群芝麻抹黑的 现在情况还不清楚 不过产妇大出血 必须尽快开服手术 你们这边最好别耽误 耽误的时间越长 产妇越危险 齐医生耐着性子解释着 说实话 今天这种情况 还是他当医生这十来年第一次遇到 真是邪门了 双胞胎的概率放在其他人身上 或许不算高 可对偌大一家医院来说 医生们遇到双胞胎的概率就相当高了 齐医生几乎每月都能遇到两三位 一年下来也能遇到二十多位了 这么多年他至少给上百位双胞胎的孕妇接生过 可今天这样子的 真的是邪门了 小灰 先签字 彭东海是知道分寸的 急忙劝罗小灰 好好 我先签字 我先签字 罗小灰很相信彭东海 急忙点着头 齐医生把协议书递给罗小灰 彭东海先大概看了一下 觉得没什么问题 这才让罗小灰签了字 等到罗小灰签了字 齐医生就急匆匆的进去了 头你说绣纹和孩子不会有事吧 罗小灰这会儿都快崩溃了 二十五岁 第一次当父亲 原本是还天洗地的 没想到却给了他这么一个意外 罗小灰的心情 就好像是瞬间从天上掉到了地狱 放心吧 肯定会没事的 彭东海一边安慰 一边想着 这是蹊跷啊 彭东海也几乎没听说过类似的事情 双胞胎怎么能生了一个 另一个孩子就找不到了呢 难道是前面的产检出错了 想了想 彭东海很快就否定了这个猜测 现在的产检情况 彭东海也大概知道的 毕竟有亲戚朋友 孕妇到了四五个月之后 基本上是每月一次 到了后期 有时候是半个月一次 查得非常详细 而且现在国家政策也好 很多产检项目都是免费的 不花钱的检查 大多数人都是会准时去的 一次出错还能次次出错 想了想彭东海觉得里面肯定有猫腻 想到这儿 彭东海就走到一边 拿出手机给方寒拨了一个电话过去 医院这一块的话 还是方寒人员熟 或许会认识江北区医院的领导之类的 到时候真要有猫腻 也好查 之前1127张方寒喝了酒了 我写忘了 后面写开着车回家了 严重失误 已经修改了 大家见谅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坚决不能 犯错误 江中院急诊科 今天急诊科的患者想对来说少一些 交接班过后 苗大龙就迈着步子来到了古上分区 苗医生回来了 古上分区的医生自然没人不认识苗大龙的 都很客气地打招呼 苗大龙是急诊科的资深主治了 估摸着今年就能拿下副高指称 而且大家伙都知道 苗大龙和方寒关系不错 在江中院急诊科 凡是和方寒关系好的医生 前途那都是没得说的 现在不少人都背后称呼方寒是小方老板 方浩阳是老方老板 方寒是小方老板 意义不用明说 方浩阳对方很多器重 明眼人都看在眼中的 如果说方浩阳是急诊科的帝王 方寒那就是摄政王一类的存在 皇帝都放权了 小江这一段时间怎么样 有没有挨骂 苗大龙笑呵呵地问道 苗医生您就不能盼我点好 江峰那个郁闷 自己就长了一张挨骂的脸吗 为什么见了自己第一句 就问这一阵有没有挨骂 我不仅挨骂了 还被方医生刁难了 满意了吗 盼着你好这才问你 别人我还懒得问呢 苗大龙笑呵呵的 他本就是随和的性子 喜欢装个逼 卖弄一下自己 婴儿也经常在下级医生面前显摆 这样的性子 对下级医生来说 反而觉得苗医生人好 总是提炼自己 给自己机会 江峰刚来的时候 其实也算是苗大龙手底下的 那个时候方寒还是实习生 他实际上跟着方寒 名义上却属于苗大龙治疗小组的成员 婴儿江峰也不怎么怕苗大龙 笑着凑上前问 苗医生您去护上医院进修 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给我说说呗 整天不想着多学学东西 就想着各种八卦 你这样不行啊小子 苗大龙笑马道 小心改天被小方踹了 得当我没说 江峰顿时有些凄苦 苗大龙这话算是说到他心坎里了 你别说 还真遇到一件奇怪的事 苗大龙道 护上医院妇产科出了一件怪事 一位患者双胞胎的孕妇 生了一个孩子之后 第二个孩子死活找不到了 你说说 这是什么个情况 江峰顿时来了兴趣 第二个孩子找不到了 笨 苗大龙点着头 当时是顺产 第一个孩子出生还算顺利 是个男孩 四斤多 体重偏轻 不过却很健康 可第一个孩子露头之后 第二个孩子却迟迟没动静 医生一检查 子宫里面呀根没孩子 也没胎盘 你说奇怪不奇怪 见了鬼了 江峰摸着下巴 难道是之前产检出错了 产检没出错 人家户上那么大医院 出错概率很低的好不好 现在孕妇孕前产检频繁 出错就更少了 苗大龙摇着头 再猜 考考你小子 您就别卖关子了 说说呗 江峰很有兴致 这你马 骑了怪了 不学无术 我这是考你呢 苗大龙美好气得道 我又不是妇产科的医生 这我哪知道 江峰撇了撇嘴 一个孩子不见了 冷不丁边上有人插嘴 江峰一抬头 就吓了一身的冷汗 说话都有些结巴 方 方医生 小方 苗大龙回头一看 笑着道 你小子 走路一点声都没有 吓我一跳 方寒来了 有一小会儿了 苗大龙和江峰正说话的时候 方寒就来了 正好听到了苗大龙说的怪事 两人说得认真 倒是没察觉到方寒 苗医生好 方寒向苗大龙点了点头 然后问 另一个孩子不见了 开赋了没有 后来肯定是开赋了 苗大龙点了点头 笑呵呵地问方寒 小方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方寒微微沉吟 然后摇了摇头 不好说 难道是子宫畸形 不错 不错 苗大龙笑着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江峰 道 看看 人家小方一下子就猜中了 江峰撇了撇嘴 拿自己和方医生比 这能比吗 说着 苗大龙道 是子宫纵隔击形 开赋之后 另一个孩子被发现了 当时把产科的医生们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还好是有惊无险 子宫纵隔击形 江峰低声念叨着 这个词他还真没听说过 方寒其实也没听说过 他刚才也只是猜测 如果不是产检出错 也不是人为的什么内幕 那么就剩下子宫畸形这个可能了 所以说 天下之大 无其不由 苗大龙笑呵呵的 正说着 苗大龙的手机响了 他接了个电话 站起身道 行了 不陪你们聊了 来患者了 说着急匆匆走了 苗大龙刚走 方寒的电话也响了 喂 孩子哥 方寒接起电话 说了一句 然后就听到彭东海在那边 巴拉巴拉的说着事情的经过 听着听着 方寒的表情就变得精彩了 他刚刚听苗大龙说了这么一例 这边就遇到了 第一千一百三十一章 人未到 方已至 彭东海说的事情和刚才 苗大龙说的差不多 唯一的区别是 苗大龙说的情况中 没有出现大出血 算是有惊无险 彭东海说的这个情况 产服大出血 情况比较危险 至于彭东海所说的猜测 方寒直接就否定了 医生都说了 因为担心影响没出生的那个孩子 所以不敢贸然采用常规的止血方案 这就说明医生们其实也是认为还有个孩子的 只不过因为某种原因暂时没找到而已 顺产的话 医生都是靠肉眼和双手 要是孩子过大或者出口过小 有时候会采取側切 保证婴儿顺利出生 这种情况下医生就看不到孕妇的腹部 遇到一些特殊的孕妇 就会出现类似于现在这样的情况 就像是切蓝尾 蓝尾手术 现在可以说是普外 很小很小的手术了 稍微有些逼格的医生都不愿意去做 可就是这么小的手术 遇到复杂的 一两个小时找不到蓝尾也不稀奇 找不到你不能说人家没有蓝尾吧 孩子哥 您别乱想 也别着急 这样 我过来一趟吧 江北区医院距离江中远不算远 方寒过去一趟倒是不耽误什么时间 行 那我等你 麻烦你了小寒 方寒能来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现在彭龙海对方寒有一种盲目的崇拜 只要方寒出手 那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方寒挂了电话 也没换衣服 直接就到了地下停车场 开着武林直奔江北区医院 一边往江北区医院赶 方寒还找方浩阳 要了江北区医院院长韩星元的电话 给韩星元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毕竟和江北区医院那边没打过什么交道 人面上不熟 韩星元这会儿正在办公室喝着茶抽着烟 虽然医院是禁烟区 可韩院长抽烟 也没人敢管不是 去医院的院长 见了圈子里的一些大拿 或许要陪着小心 要奉承 可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那绝对是土皇帝一般的存在 很多医生都是老烟枪 特别是年长一些的医生 烟因很大 韩星元也不例外 医生上班时间又不能喝酒 因而 喝茶也成了不少医院科主任和院领导的爱好之一 抽着烟 喝着茶 韩星元这会儿还是相当惬意的 别人送的好茶 刚泡开 味道相当不错 韩星元喜滋滋地喝了一口 然后抽一口烟 舒服得不行不行的 正惬意呢 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机响了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陌生的手机号 韩星元都有些不想接 想了想还是接了起来 喂 韩院长 我是方寒 江中院急诊科的方寒 韩星元最初还没在意 等方寒说完 过了一两秒 他这才醒悟过来 猛的一下站起身来 因为站得太着急 身子撞到了办公桌 办公桌上刚泡的茶都翻了 不过韩星元却没在意 急忙道 方医生啊 你有什么事吗 江中院急诊科的方寒啊 江北区医院距离江中院又不远 韩星元怎么可能没听说过 我文员的学生 江中院冉冉冉升起的一颗星星 照得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特别是他们江北区医院还距离近 那简直是光芒四射啊 有没有 江中院那可是省级医院 三级家等 他们去医院也才是一级医院 和人家江中院差了何止一筹 当然 这要是江中院随便一位主治 韩星元作为江北区医院的院长 倒也不用太在意 毕竟是院长 还是有逼格的 可换了方寒 韩星元就不淡定了 方寒这样的大拿别说去小医院 就是去省医院 医副院 那都是有人迎接欢迎的存在 平常韩星元想和方寒说上一句话 那都没渠道 现在方寒主动打来电话 韩星元怎么能不激动 怎么能不在乎 韩院长长话短说 我的一位朋友现在在妇产科的手术室 方寒简单地把情况说了一下 道 我怀疑是子宫畸形 纵格子宫 我现在正在往江北区医院赶 还麻烦韩院长帮我问问情况 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方医生放心 我亲自过去了解情况 韩星元急忙道 这可是和方寒拉上关系的好机会啊 还有 孕妇现在大出血 还有胎儿没出生 应该不能使用公缩素 我说个方子 韩院长您记一下 或许能帮上忙 方寒毕竟在江中院妇产科待过一阵 也知道一些妇产科常规止血的法子的 方医生您说 我这救济 手术室 江北区医院妇产科的高主任和齐医生 正在换着手术服 一边换着衣服 齐医生一边对高主任道 高主任 产妇出血严重 已经快达到800cc了 要是再不止血 我怕产妇坚持不住 还有个孩子没有分娩出来 现在根本没办法大量使用公缩素 现在只能尽快开腹 节省时间 说着话 高主任对边上的护士吩咐 帮忙 快一点 正说着话 高主任一兜的手机响了 小黄 帮我拿一下手机 看看是谁的电话 作为妇产科主任 高主任自然也是相当忙的 所有的电话都不敢耽误 万一又是哪一块出现情况 耽误了那就是大事情 护士从高主任兜里拿出电话 看了一眼 高主任 韩院长的电话 这个时候打什么电话 高主任抱怨了一句 道 问问韩院长什么事 就说我在手术 护士接起电话 喂 韩院长 我们高主任正在手术呢 嗯 好 高主任 韩院长让您听电话 高主任双手已经消毒 这会儿自然是不方便拿手机的 护士把手机凑到高主任耳边 韩院长 我正在做手术呢 产妇大出血 婴儿找不到 有什么事能不能等会儿再说 韩兴元还没开口 高主任就先说话了 婴儿找不到 可以考虑是不是纵格子宫 大出血的话 我已经让人准备汤记了 快火煎熬 应该很快就能好 韩兴元听说高主任已经开始手术了 也长话短说 纵格子宫 汤记 高主任下意识就是一愣 韩兴元这一句 真的让高主任很惊讶 这会儿他还在猜测呢 韩兴元马上就知道问题了 韩兴元什么时候这么牛了 而且韩兴元说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 高主任干了20年妇产科了 见过形形色色的产妇 了解的情况自然要比方寒多 当然知道纵格子义工 只不过陈秀文的情况着实罕见 高主任一时间还没想到 这才正打算开复探查 他这边还没想到 韩兴元就想到了 最主要的书韩兴元还没在当场 高主任着实吃了一惊 而且惊得不轻 子宫畸形是只女性生一只一气关 在胚胎发育形成中 受到物外界因素干扰 导致的发育异常 纵格子宫属于常见的生一只一气一关 发育异常 在临床上 子义工内膜中不可见分隔 并自患者子义工底延伸至工艺颈部位 分隔在工艺颈内口部位消失 为不完全纵格子义工 分隔至于义工艺颈 外口或者内口部位 则为完全纵格子义工 准确地来说 正常人的子义工 如果说是一个单间的话 纵格子义工就等于是一个套间 子义工里面有一个隔肌 把子宫一分为二 不完全纵格医生 可能还能察觉到胎儿 如果是完全纵格 另一个孩子 有可能被完全隔离在了隔肌里面的空间 这也就出现了 第一个婴儿出生之后 第二个婴儿迟迟没有出生的迹象 甚至医生探查 都没有探查到任何婴儿存在的迹象 在临床上 这种畸形子义工出现流产 早产 腾胃 胎末早破 前置胎盘 产后异常出血 及胎儿宫内发育 吃缓的概率相当高 陈秀文很显然是没有做育前检查的 要是做过育前检查 这种情况是会检查出来的 现在很多人都讲究忧生忧郁 计划生育之前 不少人都会做育前检查 把身体调理到最佳 当然 一些条件差的家庭 或者农村地区 这一种思维和习惯还不是很普遍 如果陈秀文真的是纵格子义工的话 运气真的算是相当好了 从刚才出生的女婴来看 一切都是相当正常的 中途没有出现流产 胎儿发育也比较好 当然现在出现的危机也不小 因为没有做育前检查 医生对这个情况毫不知情 这才造成现在的情况 要是知道 陈秀娥的这种情况肯定是要进行剖腹产的 正是这种种情况 这才导致陈秀文的情况相当罕见 除了这个纵格子义工 还有什么汤记 韩兴元什么时候也懂中医了 汤记那是中医的专属说法 西医中很少说汤记 要么是注射液 大都是粉记 胶囊 颗粒 口服液 低注液之类的 我也考虑可能是纵格子义工 高主任应了一声 他自然不会承认自己之前其实没想到 回了一句 高主任急忙问 韩院长 什么汤记 您怎么清楚的情况 这会儿高主任反应过来了 韩兴元打来电话就说纵格子乌 还说让人准备汤记了 这事已经提前知道了 要不然怎么准备汤记 是江中院急诊科的方寒 韩兴元道 方寒人马上就到 行了 我就不打扰你手术了 韩兴元说着已经挂了电话 人也急匆匆出了手术室 江中院急诊科的方寒 高主任恍然大悟 外部的韩兴元打来电话 先是什么纵格子义工 又是什么准备了汤记之类的 原来是急诊科的方寒 想来是患者家属认识方寒吗 韩兴元几经纪两高主任是清楚的 倒不是说韩兴元水平不行 而是韩兴元并不擅长妇产科 方寒的话 高主任早就听说过 这个方寒是个多面手 各方面都很精通 还在江中院的妇产科待过一阵子 当真是文明不如见面 这人没到 法子就到了 第1132章 生命的奇迹 产房外面 罗小辉满脸焦急 人都快崩溃了 怎么会找不到 怎么会找不到 罗小辉的嘴里面不停地念叨着 别担心 一定会没事的 彭东海拍着罗小辉的肩膀 我已经给江中院的方医生打了电话了 方医生很快就到 一定会没事的 是投您的那位邻居吗 跟着彭东海的一些老人 多少都听说过方寒 彭东海没事 也总是喜欢在自己的工友面前说一说方寒 自家的小兄弟多么了不起云云 罗小辉也听说过 而且他还知道 他们正装修的房子 就是彭东海给当医生的兄弟装的 彭东海很重视 笨 彭东海点着头 放心吧 方寒的水平很高的 而且在圈子里人脉很广 方寒在电话中没给彭东海多说 这会儿彭东海还有些怀疑 医院搞鬼 不过方寒快来了 他也不担心 方寒的能量 彭东海多少还是知道的 一个电话 他以前经常玩的一家台球室就关门了 这种能量 想一想都觉得害怕 手术台上 陈秀文因为失血过多 脸色已经相当的苍白 神志都有些不太清楚了 高主任走上前 陈秀文还保持着最后的清醒 嘴里面也念叨着 孩子 我的孩子 放心吧 我们已经知道原因了 另一个孩子一定会没事的 高主任轻声安慰了一句 回头问 血带准备好了没有 来了 来了 有护士急忙送来血带 开始给陈秀文输血 办法准备手术 正吩咐着 又有护士急匆匆进来了 高主任 有人送来了汤记 方寒告诉韩星元的汤记 是开水煎熬 速度很快 开水主要 快火煎熬 是中医急救中常用的法子 目的就是节省煎药的时间 避免患者等待的时间过长 先给患者用药 高主任急忙道 方寒的本事 高主任还是清楚的 既然方济是方寒给的 高主任也没什么犹豫 在临床领域 医生们的名气 那都是靠着一位一位的患者积累起来的 之所以说专家 权威 也正是因为救治的患者很多 治疗了太多的疑难杂症 才能称之为权威 方寒现在的名气在江中是那是毋庸置疑的 无论走到哪一家医院 都没人敢随便怀疑方寒的决策和判断 这就是权威 准备手术 看到患者用了药 高主任走到主刀位 一伸手 护士急忙把手术刀拍到了高主任的手中 产房外面 韩星元也已经赶到了 在产房外面等候的几位家属中一瞧 韩星元就大概猜到谁是方寒的朋友了 里面出了事 家属自然是相当着急的 罗小辉的神态暴露无遗 你们是方医生的朋友吧 韩星元走上前询问 是您是 彭东海点了点头 我是这儿的院长放心吧 方医生马上就到了 而且里面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 韩星元做了自我介绍 同时安慰道 院长 您说问题找到了 彭东海有些不信 对也多亏了方医生提醒 韩星元点着头 道 产妇可能是纵葛子一公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院长 什么是纵葛子一公 罗小辉急忙问 韩星元耐心地给罗小辉和彭东海解释了一下 道 也就是说 产妇的子一公被一分为二 一个孩子在外面 一个孩子在里面 彭东海和罗小辉也都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种是他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真是太惊悚了 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并不多见 所以我们的医生 刚才一时间没能及时搞明白原因 多亏了方医生提醒 韩星元说着又问 对了 产妇怀的是双胞胎 为什么不做剖腹产 那样的话 风险会小很多的 现在的医疗政策是鼓励顺产的 各大医院对剖腹产都有指标限制 如果不符合剖工产的标准 医院一般也不会劝说产妇剖工产 可如果符合 医院是会劝说让剖工产的 而且还会多次劝说 双胞胎的产妇 是完全符合剖工产的指标的 我们想着如果能顺产 也能恢复得快一点 少花点钱 罗小辉轻声道 他们家家境并不算富裕 这一阵妻子就住在他的出租房 因为距离预产期还有几天 房子空间又不大 家里都没来人照顾 生孩子的话 陈秀文也是想顺产的 他们都了解过 顺产的话费应少 而且还能少住两三天医院 这些都是钱 还有罗小辉夫妇是农村和辽 江中这边是定额报销 也就是说无论顺产还是剖副产 报销的金额是固定的 剖工产的话 自己要出不少钱的 韩兴源了解这些 点了点头 他看了看彭东海和罗小辉 看来认识方寒的 应该是边上这位比较沉稳的 正说着方寒也急匆匆来了 小寒 彭东海急忙迎了上去 孩子哥 方寒向彭东海打了声招呼 然后看向韩兴源 韩院长吧 方寒医生您好 我是韩兴源 韩兴源急忙伸出手 和方寒握了握手 现在里面情况如何 方寒和韩兴源握了手 也不耽误 开门见山 我已经提醒国高主任了 应该正在手术 汤药也已经送进去了 韩兴源道 我方便进去看看吗 方医生说笑了 您愿意进去 那当然是求之不得 说着 韩兴源急忙上前敲门 产房的门是在外面推不开的 为的是避免有家属着急往进床 护士开了门 见到是韩兴源 急忙让开 方寒和韩兴源进了产房 妇产科的手术室是直通产房的 两个人进了产房 一路到了手术室 进了手术室 韩兴源急忙帮方寒拿了一套手术服 自己则换了一身刷手服 手术间 高主任已经打开了腹枪 可腹枪打开 里面却依旧没有孩子 边上的齐医生有些傻眼了 高主任 你看这儿 高主任伸手一指 虽然腹枪打开没有看到孩子 高主任却不慌 有了方寒的提醒 高主任也心中有数了 子医公这个鼓 孩子肯定在里面 说着话 高主任在子宫鼓起的上房 切了一个口子 然后顺着口子将窗口扩大 随着高主任把窗口扩大 齐医生已经看到里面的胎儿了 小小的胎儿蜷缩在子宫里面 小脸已经憋得发紫 齐带缠绕在孩子的脖子上 快 高主任吩咐一声 和齐医生急忙把齐带剪开 把孩子从里面抱了出来 高主任 是个男孩 已经窒息了 说着 齐医生急忙开始抢救 方寒和韩星元走进手术室的时候 齐医生和边上的护士正在抢救胎儿 快先把羊水擦拭干净 辐射台温度调试好 胎儿窒息了 方寒走进去的时候 正好看到这一幕 急忙上前询问 韩院长 方医生 看着有人进来 齐医生和高主任已经猜到是谁了 韩星元他们认识 另一人肯定是方寒了 我试试 方寒走上前 查看了一下胎儿的情况 两个大拇指轻轻在胎儿的肚子上按压 胎儿口中大量的羊水吐出 人工呼吸 方寒喊了一声 有护士急忙帮胎儿做人工呼吸 经过几分钟的抢救 手术室响起了胎儿的哭泣声 边上的护士和医生都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送胎儿进保温箱 我开个方子 熬成汤药 频频未服 说着 方寒说了一个方计 有护士记下 同时送胎儿进了保温箱 带着胎儿离开了手术室 方医生 胎儿送走 方寒摘了手套 这才走到了手术台边上 高主任急忙向方寒打了声招呼 产妇没什么事吧 方寒问道 没事了 还要谢谢方医生的汤记 产妇的出血量已经减小了 说着 高主任指着产妇子义宫里面对方寒道 方医生 您看 这是比较特殊的纵格子义宫 里面有一到三厘米左右的隔肌 把子义宫一份为二 只有一个绿豆大孝的孔 真不知道这么小的孔 受一经一卵是怎么传过去的 里面男婴和外面唯一的通道 也就是这个小孔了 方寒凑上前看了看 也是嘖嘖称奇 这种特殊的子义宫本就罕见 怀孕的概率很低 再加上流产 早产的的种种概率 那就更罕见了 更别说双胞胎的概率 种种概率综合在一起 那真的是相当罕见的情况了 这种情况要做手术吗 方寒问高主任 我建议还是不做手术为好 当然 以后要是再次怀疑孕 里面也有受疑孕的可能 最好还是不要再怀疑孕了 毕竟龙凤胎 一儿一女 儿女双全了 说到最后 高主任也笑了 今天这个情况不得不说 非常的凶险 要不是方寒提醒 他有可能还要耽误 第二个胎儿窒息死亡的可能性很高 而且方寒让准备的汤记 效果非常好 产妇服药之后 出血量就开始减少 要不然 以之前的出血量 孕妇的危险还是相当大的 修来修去 总是不满意 还有一张 继续码字 第一千一百三十三章 无知不可怕 方医生既然来了 官复缝合要不您来做吧 也让我们开开眼学习一下 高主任笑着奉承 早就听说方医生您的缝合水平相当高 类似于这种官复缝合的工作 对方寒这种大拿来说 那已经是看不上眼的 而且把这种活交给方寒这种大拿 从某种程度来说 其实已经算是一种侮辱了 只不过高主任很会说话 是奉承的语气 倒也能让人接受 高主任说笑了 方寒客气了一句 点头道 那就我来做吧 既然来了 方寒也不介意做一个缝合 方寒的缝合水平 本就属于高级水准 哪怕在不使用提升卡牌的前提下 那也是吊打很多外科医生的 类似于高主任这种 干了二十多年妇产科的资深医生 在缝合上也是比不过方寒的 系统对技能的段位划分不多 初级 中级 高级 宗师 也就四个档次 然而在现实中 医生们的差别 那就不是这四个档次可以划分的了 而且系统对技能的划分 那是相当苛刻和严格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 宗师级技能几乎是属于一种 很难达到的程度 也不能说现实中没有 即便是有 那也是凤毛铃角一般的存在 相当稀少了 因而高级技能在某种程度上讲 其实已经算是业内顶尖的水准了 如果细细划分 高级其实也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的 方寒的高级缝合 现在也已经不是出入水准了 值得一提的是 方寒的水平进步快 还有一点 只要系统认可 经验之增长上去 方寒的技能就不会倒退 就像是游戏升级 角色不死 就不会掉经验 在不掉经验的情况下 那么就只会进步 而不会退步 这一点也是相当强悍的 对于其他医生来说 如果长时间不进行实际操作 手多少也会生疏 而方寒则不存在这一点 方寒先缝合紫衣弓 然后缝合腹腔 动作并不算快 可边上观看的高主任和其他医生 护士都是目不转睛 简直太厉害了 高主任不仅感慨 他的缝合水平其实也不低 可和方寒比起来 差距那就太大了 行了 十多分钟 方寒就缝合完毕 走下手术台 摘了手套 今天能看到方医生缝合 高主任可算是有福了 韩星元也笑着奉承 是啊 高主任点着头 方医生的缝合水平 确实厉害 这种水准 哪怕是去整形医院 那也是顶尖水准 说着话 方寒和韩星元高主任 已经出了手术室 产妇也被送去了病房 几个人一起出了产房 方寒还抱着之前出生的女婴 小寒 方寒等人刚出来 彭东海和罗小辉 就急忙迎了上来 来看看孩子 方寒把女婴递给罗小辉 笑着叨叨 母子平安 龙凤胎 男孩现在正在保温箱观察 等情况稳定一些 你们就可以见到了 你爱人也送去病房了 罗小辉抱过女儿 在听到儿子也没什么时 顿时没开眼笑 方医生 谢谢您 不用谢我 要谢就谢谢你爱人吧 他很伟大 方寒笑着道 笨 罗小辉点着头 小寒 谢谢你了 彭东海也走上前感谢 孩子哥客气了 韩星元和高主任站在边上 等着方寒和彭东海客套完 这才笑着道 方医生 既然来了 去我办公室坐一会儿吧 喝杯茶 顺便指点一下我们 改天吧 方寒笑着道 我今天可是翘班过来的 可是那边还一大堆事呢 以后韩院长有什么事 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韩星元要的就是这一句 急忙笑着点头 那行 那我就不留方医生了 有空请方医生吃饭 方医生 方寒正打算走 高主任也急忙凑了上来 方医生 您刚才用的止血方计效果非常好 而且还对认身期的产妇没有什么影响 以后要是出现类似的情况 这个方计我们能用吗 高主任对刚才方寒使用的汤计很感兴趣 对于妇产科的大夫来说 遇到产妇大出血的情况并不少见 而产妇又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患者群体 很多药物对孕妇和补乳妻的产妇来说 都是禁忌 在给产妇止血的时候 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要是胎儿已经出生 还稍微好一些 最多不让补乳 可要是胎儿还没出生 亦或者遇到今天这样类似的情况 医生们的限制就更大了 今天方寒的这个方计效果真的是相当好 高主任是亲眼所见 患者服药之后大概五六分钟 出血就明显开始减少 刚才手术做完 产妇的状态也比他预想的好很多 要是这个方计能够用在类似的产妇身上 那简直再好不过 方寒沉吟了一下道 我刚才用的是当归不血汤加减 如果出现类似的情况 如果不是阴虚内热的患者 还是可以用的 当归不血汤 高主任愣了一下 当归不是活血的药物吗 还能用来止血 高主任虽然不是中医 但是对当归这一味药材并不陌生 当归 胃肝 心 性温 补血活血 调经止痛 润肠通便 产妇当时可是大出血 能用当归 方寒笑着解释 当归活血不血 谁说不能用来止血了 中药的药剂不要单纯的去看某位药材的功效 当归补血糖 在中医方剂中为补一剂 具有补血之功效 对于妇人经期 产后血须发热头痛等病症 有很好的疗效 同时还能治疗各种贫血 过敏性子变等血须有热症患者 说着方寒微微一笑 道 中医有歌绝约 当归补血均黄其 其归用量5比1 补气深血代表剂 血须发热此方疑 当归活血不血 黄其补气固表 黄其苦寒 入肺 胃 胆 大肠经 清热造失 解毒安胎 最是好用不过 在临床上 当归补血糖不仅可以用来治疗凝血性出血 同时还能生血补气 要比单纯的治疗效果好 方寒很是详细地解释了一番 很多中医大夫对中医不理解 总是去看中某位药材的某个功效 然后就自己吓得不行 当归活血 产妇大出血 你用活血的药 这不是作死吗 有时候无知不可怕 最可怕的反而是一知半解 目送着方寒离开 破产科的小护士很是有些依依不舍 方医生好帅啊 要是能留在咱们医院就好了 咱们医院怎么可能留得 住房医生这种大神 方寒已经走远 护士们的念叨方寒也听不到 当然 即便是听到 方寒也不会有什么波澜 听得太多 也就习惯了 二更 继续马字 下一更应该到凌晨以后了 还有 没看首发的 别说我没更新什么的 非首发晚上更新的章节同步不及时 和我本人没关系 第一千一百三十四章 小乔方寒了 决定了 要留在江中 燕京 险家 险千华和险份坐在客厅 父子两个说着话 险份已经回京好几天了 博士已经毕业了 这几天 险份在家 燕京不少大医院的领导 都给险千华打来了电话 希望险份能去他们家医院工作 协和 燕京医院 燕京中医药医院 燕京医科大医院 好几家医院可都是盼着你过去呢 人家那是看在您的面子上 可不是稀罕我这个人 险份看得很明白 燕京的几家大医院 甚至还有户上的几家医院 都给险千华打电话了 有的还给他打电话了 可这些人是什么目的 险份还是明白的 他虽然是博士学位 这几年也总是去各大医院做调研 也和一些医院的科主任很熟 可要说这么多人这么热切 都是因为他的本事 那就呵呵呵了 险份这几年主要是做调研 没下过临床 说名气吧有一些 可要说多处众 还真不至于 燕京医院协和医院 绝对是不缺博士生的 险份这样的人才 各大医院肯定是欢迎的 可也不至于这么主动 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打电话 还不是因为险千华 有一位医科大院长的父亲 在医疗圈 绝对是有很多人想要留下险份的 险千华在国内医疗界的地位 要比陈国中还高 陈国中在江州省什么地位 由此就能看出险千华的影响力 我在江中院待了这一阵 江中院还是很不错的 前一阵又和普霍金斯医院达成合作 前途不可限量 你自己看 险千华笑了笑 道 江中院还算可以 最近江中院闹出的事情也不少 对了吧 中医医疗专家委员会举办的全国名医 明院评选 你应该是评委吧 险份问险千华 你说呢 险千华看了一眼儿子 笑着问 怎么 你还想评选这个名医 你是没戏 别指望 险千华也是中西医装学位的 当然 中医并不算多好 可他这个身份 再加上中医学位 中医医疗专家委员会肯定是有他一戏之地的 我可没指望 险份做尽了一些 问 您觉得方寒有希望吗 方寒 险千华沉言了一下 然后道 难 方寒都评不上名医 险份撇了撇嘴 要是方寒都评不上名医 那你们这个名医评选就有水分了 嘿 险千华气乐了 还方寒评不上 这个评选就有水分了 方寒算老几 论资历 毕业才一年的小年轻 论年龄 26岁 论影响力 也就局限于江中市 全国那么多医生 那么多专家 评不上的多了 是 论资历 方寒才毕业一年多 论年龄 才267岁 可论水平呢 写分道 在江中 在燕京 方寒治愈了多少疑难杂症 梁玉武的病症 罗老都没多大把握 方寒都治好了 论真法 周同辉周老都甘拜下风 论人品 方寒在江中院急诊科设立救助基金 获得江中市建议勇为称号 这些哪一点不比其他人差了 既然评选名医 那就不要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看实力 看人品 要不干脆别说什么名医评选 老医生评选算了 谁年龄大 给谁颁个证书 你个臭小子 什么时候和方寒穿一条裤子了 显千华笑马道 别说人家方寒 看看你自己吧 别人家年长好几岁 可比人家差远了 论年龄 我比他大呀 显愤回了一句 显千华 不过还别说 这小子说的也有道理 既然是名医评选 那就公平公正 尽可能地评选出真正的名医 而不是那种烂于充数 靠着年资和关系混上来的 全国名医评选开始是7月中旬 也就是7月15号 因而这一次评选的具体章程还没定下来 目前正是海选阶段 所谓海选 就是全国各大医院和各医疗机构 把符合规定的医生上报 这个要求比较低 只要是具有行医资格的医生 也就是只要拿到行医资格证的 无论是在医院的还是开医馆的 开诊所的 没有什么重大过错的 都有资格 各地的医疗机构先进行初步的一个筛选 通这些医生中排除一些水平差的 医德不合格的 剩下的进行统一评选 按照上次的评选章程 第一个环节就是网上投票 票数前500名进入下一轮 第二轮是所有的医生投票 只要是具有行医资格的医生 无论中医还是西医 都有投票资格 最终前100名进入第三个环节 所有评委专家评选 选出50个人 颁发明医证书 前面两轮 其实还算公正 排除恶意刷票 公众和同行的认可 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某位医生的水平和人品 第三轮的话 实事求是的讲 年轻医生 低支撑的医生相对有些吃亏 一些专家评委 下意识地就会偏向于一些高支撑的 高年资的医生 总觉得年轻医生不够稳重 经验不够丰富 还需要磨砺 显千华之所以觉得方寒难 正是因为方寒的年龄 这么年轻 别说第三轮 第二轮可能都进不了 毕竟是评选名医 大众一看 二十来岁的 肯定不靠谱 哪怕进了第二轮 之后方寒的年龄和年资 依旧是不占优势的 显院长 显千华走进会场 有人急忙起身打招呼 今天是中医医疗专家委员会 召开的一次会议 商议一下这一次 全国名医评选的具体章程 显千华是来参加会议的 陈院长好啊 显千华笑着和众人打着招呼 郭主任和汤老来了 正说着话 门口进来两位六十岁出头的老人 其中老人红光满面 头发乌黑 乍一看 最多五十岁出头 汤老好 郭主任好久不见了 显千华也笑着迎了上去 显院长好 郭明强笑呵呵的和显千华握着手 进来的两个人正是江中来的中医专家 郭明强和汤于全 全国中医医疗专家委员会的专家 自然不仅仅是燕京本地的 而是全国各地的姓林名家 郭明强和汤于全也是委员会的成员 郭文元现在已经不怎么理会俗事了 身上挂着的也都是一些荣誉之物 这种活动郭文元自然是不会来的 几个人正寒暄着 又有人来了燕京医院中医科的谭广平和薛文辉 汤老 郭主任 谭广平和薛文辉也是认识郭明强和汤于全的 江州省因为郭文渊的原因 聚集的中医名家还是不少的 单单郭文渊的学生 就有好多个 委员会的专家名额不多 江州就有三个 就这还是因为名额有限 向阳临城 薛子林等人也并非不如这些专家 要知道 委员会的专家也就37个人 有些省可能一位进入专家组的专家都没有 江州就有三个 很可怕了 夜老 一群人正说着又有人来了 秦省的姓名大家叶向云 叶师兄 郭明强急忙笑着和叶向云打招呼 这下一些人才反应过来 叶向云其实也是郭文渊的学生 而且是郭文渊的大弟子 叶向云来了之后 断断续续又有知名的中医专家来了 护上中医医院的裴洪坤 一科大医院的彭朝凯 江州一科大校长陈国中 也就是江州省 除却郭明强和汤于全之外的 另一位专家组成员 临近九点的时候 罗元臣 彭千元 冯开阳 郑薛平和周通辉等人也来了 这几位都是中医央保一件局的专家 同时也是委员会的理事成员 今天这个地方 真的算是名医云集了 基本上国内顶尖的一些中医名家都来了 显千华在今天这种场合 都不算什么大拿了 比起罗元臣 彭千元等人 显千华也算是小自备 哪怕比起郭明强 显千华也要靠后站 看着现场的这些专家评委 显千华突然一愣 这三十多位评委专家 其中不少好像都和方寒有关系 方寒是郭文渊的学生 最起码郭明强和叶向云和方寒是有关系的 汤于全搞不好也认识方寒 还有罗元臣和周同辉 陈国中也是方寒的老师 再加上谭广平和薛文辉 方寒可是在燕京医院中一科待过的 再算上他自己 显千华自然也是认可方寒的 这么算下来 现场三十七位专家评委 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和方寒都有交情 三分之一 很可怕的一个比例了 而且其中还不乏罗元臣 周同辉这样的国首大家 要知道在委员会中 罗元臣等人的影响力那可是相当大的 再加上其他这些人 到时候方寒的评分肯定不会低 之前没怎么注意 现在这么一看 显千华才猛然发现 他好像有些小瞧方寒了 方寒要是真能杀尽最终的评委评选 好像优势不小 一位二十来岁的小年轻 竟然和这么多的名家医手都有交情 显千华当真是几吃惊又震撼 别说其他的一些医生 就是他自己 都不敢说和罗元臣等人有多深的交情 充其量认识 这一次把大家召集起来 开一个临时的座谈会 具体讨论一下这一次的全国名医 名院名场评选活动的具体章程 主持会议的是部委的一位副部长 姓武 同时也是委员会的会长 委员会由部委领导担任 而且还是常务副部长 也说明这个评选活动的权威性和专业性 参加会议的基本都是业界的大拿 哪怕谭广平和薛文辉 也都是燕京医院中医科的专家 意味都不敌 部委的领导也比较随和 今天咱们就畅所欲言 有什么说什么 是按照上一次的评选章程评选呢 还是有所变动呢 座谈会相应来说比较自由一些 没有正式会议那么多的规矩 所有人畅所欲言 有什么说什么 然后把大家的意见整理一下 最终形成草案 然后通过执行 吴部长简单的说了几句开场白 就有人发表自己的看法 还是按照上一次的章程吧 公众投票 医务人员投票 最后评委投票 公平公正 何院长说的不错 第一次评选的章程就很好嘛 没必要改变 我觉得还是应该变化一下的 说话的是显千华 谁说话 其他人的目光自然就转移了过去 显千华开口 其他人的目光瞬间就转移到了显千华的身上 显千华作为燕京医科大的院长 自然不会因为众人注意 就紧张胆怯 笑着道 第一次评选的章程也不能说不公平 但是相对来说对一些年轻医生不怎么友善 咱们既然是搞全国的名医 名院评选 那就要尽可能地评选出真正的名医 不仅仅要照顾一些资深医生 同时也要照顾到一些年轻医生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些年轻医生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 比如协和医院的张家豪张主任 四十来岁 可在心脏领域并不比一些高年资的医生差 显院长 咱们至此是中医 有人提醒道 张家豪可不是中医 我只是举个例子 显千华道 中医方面 年轻一些的医生也不是没有水平高的 比如护上中医医院的梁晨飞梁主任 四十岁不到 水平也相当高吗 医德更是没得说 还有关宝城 四十来岁 同样很年轻吗 显千华并没有提方寒 而是说了姓名界几位比较年轻 同时也比较有名气的后起之秀 对医疗行业来说 五十岁以下都能算是年轻了 四十岁以下都是青年医生之列 特别是对中医来说 五十岁以下名气响亮的 都算是后起之秀了 然而在评选环节中 年轻医生相对来说比较吃亏 民众投票 对年龄这一块还是比较看重的 而且年轻医生也确实年字浅 或许在名气上比不得一些资深医生 可年轻并不代表就水平差 显院长说得不错 周同辉接过话查 道 既然咱们的名医评选 没有限定职称 也没有限定年龄 就要给年轻医生一些机会吗 真要水平高 医德高尚 那就是名医 年龄再大 水平不行 医德不过关 烂于充数 坑蒙拐骗 真要把这样的人评为名医 那就真闹了笑话了 显千华心中笑了笑 果然有人接自己的话 而且还是周同辉 说句比较现实的话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到了显千华等人这种程度 不敢说私心有多重 也绝对也是有私心的 类似于这次的名医评选 真要不牵扯到自身利益 按照第一次的章程 也没什么不好 显千华开口 其实就是打算探一探其他人的想法 果然周同辉就很认可 周同辉接话 不能说就完全是因为方寒 可绝对也和方寒有关 或许在周同辉等人心目中 以方寒的水平和人品 评选名医应该是实至名归 显院长和周老说的不错 郭明强也开口道 未来的中医是年轻人的 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机会 对于一些优秀的年轻医生 我们不妨破格提拔 大力支持 显千华笑了笑 郭明强这话说得更激进 破格提拔 大力支持 这些年轻人是谁 虽然显千华刚才说了 几位年轻的中医人 可相对来说 其实也不算年轻了 梁传飞虽然还不到40岁 可已经39岁了 至于关宝城已经快45岁了吧 相对来说 中医医生 年轻的优秀医生真的太少了 在西医领域 30来岁的外科专家 还是有不少的 可中医 30多岁的中医专家 真的不算多 周老和郭主任等人说得不错 谭广平也开口道 既然是名医评选 那就看能耐 看医德 就不能考虑其他因素 比如江中院急诊科的方寒 20来岁 水平确实有目共度 这一点罗老和周老也是清楚的 其他人说话 好歹还没有提方寒的名字 显千华也避嫌没提 可谭广平 却直接把方寒点出来了 吴部长的边上 就坐着罗元臣和彭千元 听谭广平说方寒 吴部长就回头轻声和罗元臣交流 罗老也知道这个方寒 知道 罗元臣点着头 低声道 方寒是郭文渊郭老的关门弟子 年纪轻轻 水平很高 在针灸方面 周老都要甘拜下风 这一次吴部长就惊讶了 方寒的名字 吴部长之前是压根没听说过的 方寒在了得 也就是在江中 在燕京医院名气不小 还不至于传到部委领导耳中去 当然 吴部长或许也听过 毕竟方寒也上过江州新闻 一些领导偶尔也会关注地方新闻的 可也仅仅只是当时听过 事后也就忘了 别说方寒 就是某地方省医院的院长是谁 部委的领导也不可能知道 除非一些特别出名的 就今天开研讨会的这些专家组成员 吴部长也不可能每个人都叫得出名字 刚才谭广平提起方寒 说罗元臣等人都知道 吴部长这才多问了一句 没想到罗元臣竟然说 在针灸方面 周通灰头甘拜下风 这个方寒我也听说过 吴部长另一边做的是郑学平 郑学平低声道 去年梁家的梁玉武的癫狂 就是这个方寒治愈的 这一下方寒的名字就在吴部长的脑海中加深了不少 梁家吴部长自然是清楚的 梁玉武他也是知道的 梁玉武的病当时可是难住了不少人 据说后来被人治好了 不是罗元臣 也不是周通灰 具体是谁 吴部长不知道 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小年轻 谭广平说过自己的意见之后 叶向云也说了自己的看法 表示支持 其他人一些觉得没必要 一些也是支持的 基本上除了罗元臣正学平个别几个人没开口 这么一圈下来 一大半人都是比较赞成显千华的看法的 当然 这其中因为有周通灰和叶向云都开口的缘故 周通灰年龄虽然相对年轻 可地位不低 叶向云是郭文渊的大弟子 论年龄还要比周通灰年长 论名气和资历 在现场也是靠前的 有大佬开口 其他人符合的也就多了 显院长和周老等人说的很有道理 吴部长接过话查 现在国家提倡干部年轻化 各行各业其实也一样 真要有天赋不错 医德高尚的年轻医生 我们也确实要多多扶持 多多帮助 多给年轻人一些机会 说了几句 吴部长询问显千华 显院长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显千华道 有个不成熟的小建议 咱们可以探讨一下 是不是把第一个环节改动一下 由地方举办一个选拔赛 各省市选出一些优秀的医生 医院 然后同意进入第二轮 这样不仅仅能照顾到年轻人 也能照顾到个地方 避免某些地方入选的名医比例过少 毕竟我们也要考虑实际因素 谭广平下意识地多看了一眼显千华 这个显千华真是为了捧方寒不遗余力啊 是因为方寒和他儿子关系好 显千华说的确实很在理 可谭广平却清楚 这第一轮的规矩改变 其实对方寒是很有力的 全国投票变成各地方 那就很有意思了 全国投票的话 对一些在当地名气大的医生是很有好处的 比如方寒 这要是全国投票 其他省份的一些人可不见得就知道方寒 汤于全也同样多看了一眼显千华 方寒和显千华什么关系 其他一些不明白详情的或许还不是很明白 可凡是知道方寒的 都能看出 显千华之是为方寒争取便利呢 各地进行选拔 吴部长沉吟了一下 显院长这个提议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可行 很不错 很公正 而且只是第一轮 如此一来也能照顾到各地方 其他人纷纷赞成 毕竟是第一轮 不影响最终结果 而且相对来说也确实能给各地方一些面子 最终结果不说 最起码第一轮 就不存在一些医疗不发达的地域 入围人数太少这么一个尴尬了 第一千一百三十六章 方主任的谋划 江中院急诊科 蔡联军小心翼翼地敲了敲方浩阳办公室的门 进 里面传出方浩阳的声音 蔡联军这才小心翼翼地推门进去 脸上带着职业式的谄媚笑容 方主任您找我有事 蔡经理做吧 方浩阳抬起头看了一眼蔡联军 笑着伸手一指边上的沙发 方主任您吩咐 我站着就行 蔡联军很识趣 江中院他现在是得罪不起 江中院急诊科更是得罪不起 江中院急诊科的方寒和方浩阳 他就更得罪不起了 现在谁不知道江中院才大气粗 才和普霍金斯医院达成合作 双方出资几个亿美金 筹建研究院 而且这些资金还不包括研究院的地皮 相对江中市的房价来说 地皮其实是最值钱的 一所研究院 拿下地皮 至少就要几个亿甚至更多 除却地皮 投资几个亿美金 绝对算是大手笔了 研究院现在还没有开始动工 目前还在选址 可谁都知道 建一所研究院耗费的资金 到时候研究院的各种仪器 手术室 病房等等 那都是钱 因为和普霍金斯医院 合作的关系 到时候 一部分尖端设备 可能会直接从国外进口 不经过国内的代理商 可哪怕是其他的东西 那都是庞大的利润 现在无论是江华还是江平 都对江中院是相当的看重 更何况蔡联军还隐隐听说了 方寒给他们董事长的孙子治过病 除此之外 当了这么多年医药代表 蔡联军也明白一个事实 一般主动被叫着去 八成不是什么好事 平常他们这些医药亲自上门 拍着马屁 当着保姆 逢年过节从不落下 也不见得能让一些医院的 实权领导和医生满意 更别说是主动叫了 不错 这一次蔡联军是被方浩阳叫来的 方浩阳笑了笑 一边装模作样的忙着 一边很是随意的道 听说江华智耀最近打算 举办一个中医药 抗癌之类的医疗会议 蔡联军先是一愣 有吗 自己怎么不知道 也没听说过 愣过之后 蔡联军这才恍然大悟 人家方浩阳这个听说不是真的听说 而是希望他们办这么一个会议 在医药代表面前 方浩阳这种能做主的领导 那就是大爷 人家能求着你办事 让你把事办了 还要反过来求着他们 这才是最高境界 好像是有这么个意思 不过还不确定 蔡联军急忙道 这是他可做不了主 不过还不能扫了方浩阳的面子 最起码不能说人家方浩阳听错了 是吧 方浩阳抬起头问了一句 然后道 既然没确定 那就算了 我也就是随便问问 蔡经理去忙吧 好 等确定了 我亲自通知方主任 蔡联军忙不迭点着头 然后小心翼翼地出了方浩阳的办公室 出了办公室 蔡联军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急忙给黄总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方浩阳找你了 黄总问 没说什么事 方浩阳说 听说我们将要打算办一个中医药抗癌之类的医疗会议 蔡联军在黄总面前同样是陪着小心 黄总 咱们目前可没有这种计划吧 确实是没有 黄总笑了笑道 看来是方浩阳想要办一个医疗会议 说到这儿 黄总微微沉吟 江中院 目前治疗癌症患者最多的医生就是方浩了 黄总 您的意思是方浩阳打算捧方浩 蔡联军问 7月中旬 第二次全国中医名医 明院 明场评选就要开始了 看样子方浩阳是打算给方浩造势 黄总有些纳闷 方浩阳哪来的自信 这种评选活动 他觉得方浩有戏 与其说黄总这话是给蔡联军说的 还不如说他是在自言自语 不过拿着电话 蔡联军也听得到 问 黄总 全国中医名医评选 方浩应该希望不大吧 已经太年轻了些 搞不好第一轮都过不了 全国投票 这对名气大的医生来说优势是很明显的 比如官报成一类 全国各地都有人知道 评选的话 票数肯定会比在某个地域的专家名医票数多 目前全国知名的中医人不多 可即便如此 方浩也不见得就有优势 所以说方浩阳这是打算给方浩造势了 黄总笑着道 方浩阳对方寒真不是一般的器重啊 黄总和方浩阳也认识好多年了 还从来没见过方浩阳 主动找哪一家医药代表办什么事的 这一次是第一次 黄总 那我们要办吗 蔡联军急忙问 办为什么不办 黄总笑着道 方浩阳要给方寒造势 我们江华制药也需要造势 明场评选 我们虽然把握很大 可以防万一 这是双赢的事情 知道了黄总 那我就去找方浩阳 蔡联军点了点头 嗯 去吧 态度放好 江中院前景很好 我们已经让江平钻了空子了 不能再失了仙计 黄总吩咐道 想到江平 他就来气 当初要不是他小看了方寒 哪能轮到江平和江中院合作 要不是江平和江中院合作 小小的江平 早就被江华挤出江州省的医疗市场了 现在倒好 因为江中院的关系 江平不仅仅在江州站稳了脚跟 在周边的几个省市也逐渐拓展开了市场 要不是因为江平只是搞医疗器械的 并不参与中药材 这次的事情方浩阳估摸着也不会找他们 碰 碰 碰 蔡联军走后 方浩阳就端着茶杯 在办公室慢慢悠悠地喝着茶 大概二十多分钟 办公室的门又被人敲响了 进 方浩阳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放下茶杯 继续做出一副忙碌的样子 方主任 蔡联军小心翼翼地进了门 脸上堆着笑 蔡经理怎么又来了 方浩阳抬起头看了一眼蔡联军 方主任 我刚才出去确认了一下 我们江华确实打算举办一次中医药抗癌专题的医疗会议 听说方医生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已经治愈了好几位癌症患者 目前 江中院急诊科也有好几位癌症患者在治疗 所以我们想邀请方医生出席主持这次会议 请方涵 方浩阳笑着道 方涵一个小年轻 能震得住场子 蔡联军心中已经MMP了 装个鸡毛啊 不是你要求办的吗 说实话 中医类的医疗会议 医药们是不怎么乐意办的 别说中医类 那颗类的 除非新药发布 要不也没几个人愿意办 花钱不少花 收益却不大 不像西医外科的医疗会议 到时候卖出一些医疗器材 那投资的钱怎么也回来了 可中医类的 卖出多少中药材才能回本 中医类医院本来就少 患者更少 消耗量又不大 他们江华这种大企业 又不是零售商 除非能找到江中院这种大客户 不过黄总发话了 蔡联军也无所谓 只是他真的有些 看不惯方浩阳装逼 奈何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看不惯也要忍着 明明是方浩阳求人 现在倒是他们求人了 和谁说理去 方主任您这话说的 方医生要是镇不住场子 那还有谁能镇得住 方浩阳敲着桌子 笑着道 也是 方寒虽然年轻 可水平不低 名气也不小 你们这个会议的规模如何 方主任放心 到时候我们会邀请 全国各地的中医名家前来 为期三天的会议 地方就定在喜来酒店 方主任您觉得怎么样 黄总受益了 蔡联军也知道怎么做 所以急忙向方浩阳保证 这样子的话 倒不是不可以 方浩阳微微沉吟 我这边倒是无所谓 方寒那边蔡经理亲自去说吧 只要方寒同意 我没意见 谢谢方主任 我等会儿就去找方医生 蔡联军心中已经把方浩阳抹了好多遍了 装你大爷 老子这边给你赔了小心 还要再去给方寒陪笑脸 从方浩阳办公室出来 蔡联军就去古商分区找方寒 谁知道方寒已经下班了 方浩阳本就是临时起义 蔡联军过来的时候都五点多了 耽误了这么会儿已经六点一刻了 关教授怎么来了 方寒难得下个早班 当进门 关宝成就来了 你这孩子 小关现在是自己人 想来就来 还怎么来了 老方同志躺在沙发上 看着电视 听到方寒问关宝成怎么来了 顿时就有些不乐意 怎么说话呢这孩子 关宝成现在在方家 那人缘绝对好 两家合作开医馆 投资进去上千万 这可不是小树木 彭花村拆迁之前 老方同志一辈子都没敢想过 自己会有这么多钱 医馆开业在即 主力那自然是关宝成 老爷子有几斤几两 做儿子的老方同志还是很清楚的 没事过来转转 顺便看看方老哥 关宝成笑着在沙发上坐下 方寒给关宝成到了杯茶 老哥这几天感觉怎么样 恢复的还行吧 伤筋动骨一百天 反正短时间内是下不了床了 要么在卧室 要么在客厅 反正都要躺着 老方同志这几天已经躺得有些发毛了 每天都巴不得家里来个人 不能出门 来个人聊聊天也是好的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章 关宝成的心思 关宝成自然不是单纯的来看看老方同志那么简单 吃过饭 关宝成就笑着对方寒道 下去走走 好 方寒点了点头 和关宝成出了门 这会儿晚上七点多 外面正好凉快一些 两人就在小区的椅子上坐下 中医医疗专家委员会准备评选明医 明院 明场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 方主任告诉我了 方寒点了点头 问 关教授也打算参与评选 方浩阳当时说过 这个明医评选并不局限于医院 医馆 私人诊所 民间中医 都有资格的 关宝成其实算是民间中医 虽然出身学院派 可关宝成并没有在医院待过 研究生毕业 直接就三证到手 学位证 行医资格证还有归陪证 而且关宝成那个时候 好像还没有归陪一说 哪怕有 也只是在某些地方开始实行 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政策变化还是相当大的 而关宝成可不仅仅是硕士学位 人家是拿到博硕士学位 之后还在院中医大任教过 这个教授头衔也正是因此而来 教授是大学教师职称的最高级别 关宝成之所以能上电视做节目 出书等等 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要不然 你一个草根 怎么可能上电视 人家电视台就那么没排面 关宝成这个人还是很有天赋的 博士生还没毕业 就下过临床 四处行医 临床经验丰富 后来在院中医大任教 也是相当有能力的 也正是后来名气大 这才专门给人看病 而且也卸去了院中医大的教师职务 怎么说呢 当名气到了一定程度 院中医大的教授身份 对于关宝成反而成了一种约束 就拿现在来说 关宝成四处行医 出诊费至少都是两万起 遇到有钱的 出一次诊几万 甚至十几万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继续担任这个教授 这么收钱反而有些不合适了 就像一些著名的外科医生 做飞刀虽然很赚钱 可还是远比不上一些给大富豪当私人医生的 比如许家的那位私人医生 年薪五百万 这要多少飞刀才能赚回来 而且人家私人医生也不怕人诟病 你医院内的医生 哪怕赚了钱也不好太高调的 比如陈培中 开一辆宝马 其实就到顶了 真要开保世界兵力之类的 或许就要麻烦缠身了 你一个医院内的医生 家境一半 数千万资产 你总要交代一下 这些钱怎么来的吧 这要是功不于众 哪怕你都是辛辛苦苦 没日没夜飞刀来的 可绝对会有人说你黑心 肯定赚了眉心钱 所以说 医生这个职业 到了一定程度 不见得会差钱 可绝对不会大富大贵 像国内的一些顶尖专家 年入二百万左右已经顶天了 太多就要出事了 学校的老师和教授 其实也是一样 关宝成现在每年给人看个病 轻轻松松上百万 也不在乎眼中医大教授的身份了 而且关宝成名气早就出去了 哪怕不是教授 走到各处 大家都是关教授 关教授的城府 体制内的医生 注定是不可能有私人医院 或者一些私人医生赚得多的 可哪怕是年入五百万的私人医生 也是很羡慕大医院的科主任的 人家钱不见得赚得多 可身份绝对是很高的 有牌面 有身份 最主要的是可以不断的深造 不断的进修学习 能去私人医院 或者给一些有钱人当私人医生的 大都是一些竞争科主任失败的家伙 嗯 大多 还有个别真的是看重钱的 关宝成笑着道 这个评选的含金链还是很高的 我上次也参与过 最终没能评上 说起这个 关宝成其实还是有些不太服气的 上一次的评选 他是一直杀进决赛的 前两轮对关宝成来说都不算难 关宝成在各省都有名气 而且在全国很多医院都有认识的人 奈何在最后评委投票上落败了 正如前文所说 一些传统的老中医 或者真正知名的大国手 其实是不怎么喜欢关宝成的 关宝成的名气不小 可在罗元臣等人看来 人品不咋地 这倒不是说关宝成干过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而是因为关宝成的患者大都是有钱人 派看重钱 一些人就不怎么喜欢 当然 其中有诸如罗元臣等一些国手是真的不喜欢 也有个别人是羡慕极度眼红 不管什么原因 上次关宝成是没能挺上名医的 而且就是论事 上次也是第一次挺选 除了罗元 周同辉等一些国手名家 不需要这个名医的证书 认可之外 哪怕是薛子林 廖一鸣 郭明强等也是竞争者 江中院也才五个人 不说廖一鸣和薛子林和郭明强 就是方浩阳和秦卫画 也比官宝成水平高 而且第一次 为了显示这个评选的权威性 入选的也都是各地名家 除却几位公认国手 名家们都不够分 江州省诸如 郭明强 廖一鸣 薛子林 汤鱼泉 杨林成等 也就是五十个 官宝成没选上 也不算多丢人 可这一次 上次评选名医的不再参与 甚至郭明强和汤鱼泉 这一次都进入了组委会 官宝成要是还拿不到这个名医 这就对他的名气有影响了 相信以官教授的名望和水平 这次肯定入选名医 方寒笑着道 不好说 官宝成笑着摇了摇头 这要是前两年 官宝成还是相当自信的 因为名气大了 官宝成多少也有些膨胀 很多时候不可一世 这一点 从方寒第一次见官宝成的时候 就能看出来 西装革履 助手跟随 丰州省古商医院的专家们 列对欢迎 那个时候的官宝成 很是有些不可一世 准确地说 官宝成是在户上被人打醒的 先是遇到方寒 在方寒手中屡战屡败 然后又在户上 被杜月林的儿子杜文奎打断了一条腿 这才让官宝成认清了现实 最初的官宝成就 有些类似于那种比较一帆风顺的天之骄子 不说家境 单说学习 从小学习好 一路考上去 从没受过什么艰难 也没吃过什么苦 然后顺理成名 收入颇丰 这就让官宝成多少有些飘 变得有些目中无人 传统中医瞧不起官宝成 我官宝成还瞧不起你们呢 一群你腿子 类似于郭文渊 罗元臣之流 或许都没读过几天书 其他的一些中医名家 其中也不乏初中文凭 高中文凭 虽然一些人是因为时代限制 可在官宝成看来 你们算个屁 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官教授很是有些目空一切 在方寒跟前连连受挫 又被人打断了腿 这才有些认清了现实 而且和方寒相处的时间越长 官宝成的傲气也多少消散了不少 不仅仅是官宝成 事实上 任何的天之骄子和方寒在一起时间长了 都会受影响 麻痹的 不是人 官宝成谦虚了很多 虽然他心中也认为自己应该问题不大 可嘴上却不会说 方浩阳的意思是让你这次争取评选名医 官宝成问 官宝成今天来找方寒 一个是打听一下看方寒知道这是不知道 二一个也是想接着方寒认识一些人 方寒的人卖官宝成多少是知道的 特别是罗元臣等人 不求多数 让这些人不反感 官宝成也就知足了 方主任是有这个意思 方寒点着头 道 方主任的意思是 希望我能拿下这个名医证书 这样我就能尽快拿下主治指称 和官宝成熟了 而且又有合作 一些是方寒也不瞒着官宝成 尽快拿下主治指称 官宝成一愣 然后若有所思 如果方寒能拿下这个名医证书的话 还真能节省一两年的时间 搞不好明年就能拿下主治 27岁的主治 想到这儿 官宝成也禁不住到吸一口凉气 他27岁的时候 说是学位还没到手吧 只不过这个名医证书不好拿 比考职程还要难 以方医生的名气和水准 拿下名医证书肯定易如反掌 比我要容易啊 官宝成笑着道 我也不清楚这些 走一步看一步吧 方寒笑了笑 现在他对这个名医评选的章程还不是很清楚 具体怎么做 他其实心中没谱 但是系统给了临时任务 而且奖励封后 方寒怎么也要争取一下的 方医生如果要评选这个名医 最好还是想办法把知名度提高一些 不仅仅是江州省 全国范围内都要让一些人知道 医疗方面的评选活动 哪怕宣传 也不会像明星选秀那么热闹 也正是因为如此 多让一些人知道越占优势 虽说是全国评选 可上一次的一文投票 入选的医生票数其实并不算太高 这要是明星选秀 搞不好一个地方就能有数十上百万粉丝 可放在医疗方面 很多人是懒得去投票的 除非一些属人或者了解某位医生的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章 憋屈的蔡联军 第二天早上 方寒刚刚走进科室 边上冷不丁就绷出一个人来 方医生 对方弯着腰 脸正好凑在方寒下巴下面 满脸铲笑 方寒吓了一跳 后退一大步 这才看清楚是谁 蔡经理 方医生还记得我 蔡联军笑呵呵的 蔡经理找我有事 方寒微微皱了皱眉 说实话 他不是很喜欢这个蔡联军 方医生 是这样的 我们江华只要打算办一个中医药 抗癌方面的医疗会议 想请您做主讲嘉宾 还希望您能赏脸 蔡联军笑呵呵的 这可是大好事 虽然方浩阳已在刁难 明明是求他们江华的事情 非要让他征求方寒的同意 可这是说穿了其实是捧方寒的 能因此和方寒说上话 蔡联军也是很高兴的 抗癌方面的医疗会议 方寒愣了一下 然后道 没兴趣 说着方寒迈步就走 说实话 方寒并不是很懂这些 他满打满算当医生 也才两年多时间 其中一年还是实习 准确地算起来 成为正式医生也才一年 之前的几次 一次是方寒跟着邝明卓去护上 当时主要是为了看乔恩做手术 还有一次是索利斯那次 无论哪次 方寒本人其实都不是主角 刚才听蔡联军说什么中医抗癌的 什么医疗会议 方寒下意识地就以为 是江华又弄了什么抗癌药 打算让他去糊弄人呢 这种商业活动 方寒一般是比较反感的 没兴趣 蔡联军当场就愣住了 好半天都没回过神来 甚至方寒走远了他都没注意 真是见了鬼了 没兴趣 这是明明是方浩阳暗示 他们江华不得以而为之 现在他们江华出钱 出场地 他这边又舔着脸过来邀请方寒 方寒却来一句没兴趣 这是故意逗人玩的吗 不是 方一 蔡联军一抬头 方寒已经走出好远了 方一声 蔡联军急忙追了上去 蔡经理 我真没兴趣 你们另请高明吧 方寒懒得搭理蔡联军 加快了步子 直接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碰得一声 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蔡联军紧跟其后 差点没撞门上 MMP 真是热了狗了 蔡联军站在方寒的办公室门口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当了这么多年医药代表 蔡联军还没见过这种事 这要是他求着人办事 也就罢了 医药嘛 本来就是为医生们服务的 被厉害的医生刁难 被院领导刁难 再正常不过了 当医药要是不能弯下腰 不能做到能去能伸 那绝对是做不长久的 医院的医生们可不会惯着你 某些做销售行业的 或许还能在一些客户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 显示一下自己的骨气 可医药们在医生面前 你显示个鸡毛啊 说一句难听的 大多数的医药那都是没资格当医生的渣子 做医药 你好歹要懂 唇外行不是没有 可很大一部分医药 其实都是医学院毕业的 没办法进医院 医药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医院的医生们 那都是学霸级别的存在 你在人家面前显示存在感 那不是找虐那是什么 虽然大家都是医学院出来的 可成了医药 那就不算是同行了 稍微有些底气的住院医们 都能对医药互来喝取 更别说牛逼的了 一个是求财 一个是求存在感 所求不同 忍受不同 再加上很多牛逼的医生 也都是从被人雕的走过来的 一朝得适 雕一下别人 为难一下医药 那还不是很自然的事情 可这次不同啊 明明是他们在方浩阳的胁迫下 办得亏本的回忆 现在郑主却说没兴趣 这真是他们没天理了 蔡联军伸手打算敲门 手举起来 又放下 他看出来了 方寒对他印象不好 这要是继续 会不会得罪人 原本有可能能成的事情 结果告吹了 这不是不可能 医生们也是要面子的 特别是方寒这种 真要面子捧不住 我还真就不参加了 爱办不办吧 这要是被黄总吃到了 他还不脱层皮 蔡联军那个委屈 那个憋屈 那个难受 那个忐忑 蔡经理 蔡联军站在方寒办公室门口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正纠结呢 边上有人打招呼 陈医生啊 蔡联军一回头 发现是陈远 急忙笑着打招呼 陈医生早 蔡经理这是找我们方医生 陈远笑着道 这会儿还早 方医生也不知道来了没来 一般方医生早上来了 都直接去值班室 很少去自己办公室 方寒在古商分区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 只不过他很少待 早上来了 就去值班室 平常也都忙 除非真的有事办 这才去办公室 方医生已经来了 我亲眼看着进去的 蔡联军心中更难受了 平常都去值班室 今天故意把自己关在外面 那蔡经理是 陈远上下看着蔡联军 这位不会又把方医生得罪了吧 这也不是没可能 毕竟有前科的 蔡联军看出了陈远的意思 急忙低声道 陈医生您别乱想 是好事 说着 蔡联军急忙把事情说了一遍 道 这是是方主任交代下来的 我刚才邀请方医生 方医生却说他没兴趣 您说这 陈远一听 就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 笑着道 蔡经理别误会 我们方医生不太懂这些 这样 我去帮您说说 谢谢陈医生了 蔡联军急忙倒了生血 心中是欲哭无泪 自己这是办的 都不敢给同行学啊 传出去丢人 蔡经理客气了 陈远笑了笑 伸手敲了敲方寒办公室的门 方医生 是我 陈远 进来吧 里面传出方寒的声音 陈远推门进去 然后关了门 那个蔡联军走了没有 方寒问陈远 他刚才看了一下 没看到人 不确定走了没有 方医生 这是您误会了 陈远急忙笑着解释 误会 方寒一愣 这是方主任特意让江华办的会议 目的正是为了帮您提升名气 方寒微微沉思 陈远笑着解释 第二届全国名医 名院评选活动就好开始了 方主任肯定是想让您顺理入围 这才让江华办这么一个会议 是这样子吗 方寒问 方医生 您不太了解情况 一般来说医疗们举办医疗会议 都是有目的性的 这没错 可类似于这次的会议 其实没什么利益可图 陈远蹉跎了11年 这也导致他吸取教训 变化不小 很多事都了解一些的 类似于这次的会议 江华肯定是要亏本的 原来是方主任的意思 方寒这才明误 道 那你替我回复一下 就说我到时候回去的 行 陈远点了点头 出了方寒的办公室 陈医生 蔡远君急忙走上前来 问 方医生怎么说 方医生说了 他到时候会参加的 那就好 那就好 蔡远君连忙笑道 那我就回去开始筹备了 到时候还要陈医生多多指点 蔡经理客气了 陈也笑了笑 心说这蔡远君也够倒霉的 原本是好事 遇到方寒 还吃了闭门羹 蔡远君离开江中院 回去之后就开始筹备 造势 短短的几天 江中市的不少人 就已经得到消息了 蔡远君得到黄总的提示 也知道方浩羊的目的 是为了帮方寒造势 所以没敢耽误 日期就定在了 评选活动开始之前 5号到8号 为期三天 江州省凡市有些名气的 中医医生 以及其他省份的中医医生 也都收到了江华 送来的邀请函 不得不说 方浩羊之所以选择江华 也是有原因的 相对来说江华的影响力 绝对要比江平大 要是江平 一些省份的医生 江平还真不见得能搭上线 关宝成也同样收到了邀请函 中医药抗癌致癌国际学术会议 关宝成从助手手中 接过邀请函 看过之后下意识就是一愣 主办单位 江州省中医医院 江州省中医药协会 江州省医科大学 江州省江华治药共同举办 地点在江州省喜来酒店 为期三天 而且还有礼品赠送 届时 江腰将由江州省中医医院的 方寒医生作为主讲嘉宾 下面还有方寒的详细介绍 治疗了多少癌症患者 目前还有多少癌症患者 正在江中院接受治疗 恢复情况如何如何 看过邀请函上面的内容 关宝成禁不住一声长叹 还是在体制内好啊 江中院为了捧方寒 真是不遗余力啊 单单这一张邀请函 就能让方寒的名字 进入不少中医名家的耳中 一些人哪怕不来 邀请函多半也会看的 而且这种免费旅游 白吃白喝的会议 不来的估计不多 除非真忙 前两天关宝成还有些担心 方寒入围估计有难度 没想到转眼间 江中院就整了这么一出 大手笔啊 早上一大早 赵曼妮就在医馆门口忙碌着 医馆门口两排 已经放置了不少花篮 方医生 方寒刚到 赵曼妮就看到了 急忙欢快地打着招呼 赵医药也在 方寒有些意外 知道老爷子的医馆 今天开业 我一大早就到了 林总也到了呢 赵曼妮笑盈盈地看着方寒 哪怕知道方寒 已经有了女朋友 赵曼妮还是很喜欢 和方寒说话的感觉 方医生这么帅气的男人 哪怕只是看着 也是一种赏心韵目 方医生 林心童一身干练的装扮 衬托出修长的大长腿 迈着步子从里面走了出来 作为医药 林心童很清楚 自己什么时候该出现 什么时候该消失 什么时候该献殷勤 什么时候该远远地避开 医馆开业 方寒其实是没有通知林心童的 可林心童早就打停过了 早上五点半 就带着赵曼妮和江萍的 两位医药代表前来帮忙 而且前一天下午 林心童还特意找到 官宝城要了医馆的钥匙 以方便自己布置 这种事怎么好意思 劳烦林总呢 方寒颇是有些不好意思 和其他一些资深医生不同 方寒是不怎么习惯 使唤医药们的 以前偶尔给林心童打电话 也是集圈某种医疗器械 人命关天 平常的话 他是不怎么习惯的 当然 林心童和赵曼妮 时不时的来家里探望老爷子 甚至帮忙 方寒其实也说过 只不过人家总是偷偷去 往往都是背着方寒 闲着也是闲着 过来帮个忙 林心童笑着道 这种事 我想老爷子和官教授 都没什么经验 正好我们比较擅长 谢谢林经理了 方寒道了声谢 方医生客气了 里面做吧 里面准备了点心还有茶水 方寒越是客气 林心童越是很乐意 帮方寒做一些事情 给方寒这样的医生当医药 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只要你做好自己该做的 就能收获到该收获的 并不需要付出额外 也正是因为如此 林心童越发的想多做一些 当了这么多年医药 从小医药干到区域总裁 林心童接触过很多医生 换了别人 他能收获江中院这么大的单子 搞不好要付出不少 自己这个人贴进去也不算什么稀罕 林心童三十岁出头 人又漂亮 基于他的医生也不是没有 偏偏方寒算是特例 其实林心童倒是希望方寒不是特例 只可惜 只能是希望 而不是现实 走进医馆 官宝成和老爷子已经在了 方寒晚上和老爷子睡一块 老爷子比方寒早来一小会儿 这会儿官宝成和老爷子都是一身白大褂 同时还有官宝成找的几位医生 有他的朋友也有他的学生 都是一身白大褂 医馆比较大 就不能再像之前 蓬花村的小诊所那样随意了 该注意的都要注意 方医生 来 我给您介绍一下 看到方寒进来 官宝成急忙招呼 同时给方寒介绍医馆的其他几位医生 这位市的老同学 蒋立强蒋医生 蒋医生 之前是东海省海江市市中医医院的科副主任 后来自己开了一家医馆 这次被我高薪挖过来了 蒋主任好 方寒笑着伸出手去 这种是医院的副主任 之后跳出去单干的 往往两种可能 一种是出事了 在医院干不成了 一种就是真为失败 没脸干了 不管哪一种 方寒也不去操心 人是官宝成找的 想来官宝成心中有数 方医生客气了 我现在可不是什么主任了 就是老官和老爷子手下的兵 以后还希望方医生多多指教 蒋立强和官宝成年纪差不多 个头不高 人长得很富态 笑起来给人一种很有善的感觉 前来的时候 蒋立强就听官宝成说过方寒了 因而在方寒面前 也不拿什么架子 显得很亲热 这两位是我的学生 这个叫孙大胜 这个叫杨志伟 不怎么成器 打个下手 孙大胜和杨志伟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纪 也很清楚自己的地位 官宝成介绍 两人就急忙伸出手 方医生您好 方寒和孙大胜杨志伟握过手 又看到个熟人 之前捧花村菜市场原老板的儿子 袁明明 袁明明性格比较内向 这会儿就站在边上 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袁大哥 方寒走上前打了声招呼 方医生 您叫我明明就行 袁明明有些不好意思 他今天其实是不想来的 还是一大早被袁老板骂着来的 来了之后 袁明明也不知道该干啥 就在这儿站着 袁大哥你比我大 我叫医生大哥也是应该的 不要拘谨 方寒笑着道 这会儿还没人 袁大哥你就随便帮点忙 等有人来了 就负责登记 记个账 也简单 说着话 方寒也看着袁明明的气色 相比起上次 气色好了些 只不过因为性格原因 还是不怎么自信 想来杨一伟的毛病应该还没改善 袁明明这个情况 主要是遭受了打击 之后自信心不足 想要恢复 除了药物治疗之外 恢复自信也是一方面 笨 袁明明点着头 爷爷 官叔叔 哥 方寒几人这边正说着话 方田也蹦蹦跳跳的来了 你今天怎么起来这么早 老爷子笑呵呵的问 这丫头 这一阵休假 几乎每天都睡懒觉 不睡到九点十点 几乎是不起床的 早饭都不吃 今天倒是起来早 这会儿才七点多 我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那你去门口 帮你照姐姐去吧 方寒对方田道 好嘞 方田这丫头 就挨凑热闹 说着又出去了 过了八点半 陆陆续续就有人来了 方老 关教授 恭喜恭喜 来人是长青县中医医院的苏铁航 苏主任快礼面请 方寒有些意外 苏铁航他其实也是没通知的 没想到大老远还赶来了 听说方老和关教授的医馆开张 怎么也要来掌掌见识 苏铁航笑呵呵的把花篮放在门口 跟着方寒等人进了门 方医生 关教授 恭喜恭喜 苏铁航刚到 江平医疗器械的江平也到了 后面还跟着两个人 排着一个大大的镜框 上面提着字 医者人心 谢谢江总 方寒和关宝城 还有老爷子 很客气地把人让了进去 随着苏铁航和江平到来 陆陆续续的人也开始来得多了 有关宝城的朋友 也有方寒的朋友 关宝城虽然不是江州人 可在江中也是有一些朋友的 差不多九点半的时候 门口陆续来了好几辆车 汤鱼泉 杨陵城和好几位江州省的中医名家也都到了 汤老 杨师兄 方寒急忙上前招呼 关宝城看着来的这一群人 也是笑容满面 他在江中认识一些人 可和江中姓林界的多数人却没什么交情 特别是汤鱼泉和杨陵城 这要是关宝城自己的医馆 这两位是肯定不会来的 汤老 杨老 关宝城也笑着迎了上来 既然在江中落脚了 和这些人肯定是要打交道的 关教授能在江中开医馆 那是我们江州姓林界的福气啊 汤鱼泉笑呵呵的和关宝城打着招呼 一群人一起进了门 这医馆不小啊 还行 下面一部分 上面还有 关宝城和老爷子陪同着 一群人简单的参观了一下医馆 原本汤鱼泉等人前来 关宝城想着应该再不会有人来了 没想到一群人刚参观出来 又有人到了 陈国中 老师 方寒看到陈国中急忙迎了上去 你个臭小子 方老的医馆开张 都不告诉我一声 陈国中有些埋怨 我这不是想着老师您比较忙吗 方寒急忙陪笑 他是真没想到陈国中能来 一个小医馆 汤鱼泉等人前来 已经算是横点面子了 没想到陈国中也来了 论地位和影响力 汤鱼泉虽然并不比陈国中低 可陈国中毕竟是江州医科大的校长 从某种程度上讲 陈国中要比汤鱼泉更有分量 看着来了这么多大佬 关宝成那两个学生眼睛都直了 这些人中 汤鱼泉 杨林成 陈国中 那可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关宝成虽然名气不小 可真要和这几位比起来 那也差了不少的 一群人正说着话 赵曼妮突然从外面跑了进来 方医生 关教授 郭老来了 什么 诊所的众人都吃了一惊 方寒和关宝成 陈国中还有老爷子等级匆匆往外走 刚出门 就看到郭文渊 郭文渊不是一个人来的 陪着郭文渊一起的还有郭明强 除了郭明强还有省厅的杨处长 杨处长想来是和郭文渊 郭明强正好一起碰上了 就跟在郭文渊边上 看到郭文渊还有杨进雄 跟着汤鱼泉一起来的几位中医药协会的理事 都吃惊不小 方寒爷爷和关宝成一起开一个医馆 郭文渊竟然也来了 还有杨进雄 杨进雄虽然只是处长 那可是省厅的领导 之前一些人其实还有些不乐意来的 这会儿都纷纷庆幸 来对了呀 郭文渊对方寒这个学生真不是一般的看重 第1140章 医馆开业 中 老师 郭老 方寒和众人迎上前去 纷纷向郭文渊打着招呼 关宝成的心中已经乐开了花 郭文渊竟然亲自来了 这是他怎么也没想到的事情 纵然关宝成在如何自负 他也清楚郭文渊在性灵界的地位 眼下性灵界 老一辈的国手名家相继去世 还活着的国手名家真的不多了 就目前而言 郭文渊绝对是性灵界的扛顶人物 德高望重 医术精湛 哪怕是罗元臣 郑学平等人在郭文渊面前那也是小自卑的 郭文渊80多岁了 他的大弟子叶向云也都70多了 和罗元臣郑学平等人年龄差不多 当年郭文渊在江中开医馆 东奔西走 罗元臣 郑学平等人之所以能鼎力相助 一个是因为郭文渊的人品和资历 一个也是因为郭文渊的医术精湛 一晃三十多年 如今的郭文渊更是声名显赫 门声遍地 之前 郭老成希望方寒能请一些江中的中医名家 前来捧场 可他是没指望郭文渊能来的 这一家新医馆和之前彭花村老爷子开的医馆是不同的 老爷子的医馆充其量就是个小诊所 便名诊所 看一些小病 感冒发烧 头疼脑热 自家的门面房也没什么成本 有患者了忙一阵 没患者了老爷子就坐在村口聊个天 可这一家新医馆 官宝城报的期望可是很大的 官宝城本就是名医 名气不小 他开医馆可不是开小诊所 这一家医馆官宝城是打算做大的 到时候平民患者有 富豪患者也要有 郭文渊能来 这个消息一旦传开了 这一家医馆 瞬间就在江中市上流圈子里有了名气了 好 郭文渊笑呵呵的点着头 小汤也在啊 小周也来了 陈校长也到了 这里面一些人郭文渊也是认识的 笑着打着招呼 能被郭文渊叫出名字的 多少都有些小兴奋 老师 这是我爷爷 这是关教授 方涵给郭文渊介绍 郭老 老爷子和官宝城也都急忙打招呼 哪怕是老爷子 这会儿也是相当激动的 郭文渊和汤鱼全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 这年头 当中医的 有几个没看过郭文渊住的病案 郭文渊的一些病历 那都是收录进教科书里面的 中医专科的学生 几乎没人不知道郭文渊 早就听说小汉有一位了不起的爷爷 今天可算是见到了 郭文渊笑呵呵的和老爷子 握着手 说实话 郭文渊今天过来 一般因素是因为老爷子 随着方涵的名气越大 老爷子的名气也跟着水涨船高 毕竟方涵太年轻 这么年轻的小伙子 怎么能有这么大的本事 很多人想不通 一方面把原因归结于方涵的天赋 一方面也归结于老爷子的教导 什么隐藏在民间的国手名家 什么医术精湛 德高望重等等 不仅仅是其他人这么想 郭文渊其实也这么想 事实上这也不算多么离谱的想法 而是人之常情 郭文渊对老爷子好奇已久了 就是没机会见 上次老方同志住院 郭文渊和老爷子也没能见上 这一次 听说老爷子和关宝成和伙 开了一家医馆 这才过来看看 一则是庆祝医馆开业 一则是见一见老爷子 见一见方涵这位神奇的爷爷 郭文渊和老爷子握着手 显得很是亲热 从某种程度上讲 郭文渊在老爷子面前 甚至是有些心虚的 人家培养了的好孙子 被他收了当学生 坐享其成 关教授的大名我也是如雷贯儿 和老爷子握过手 郭文渊也笑着和关宝成握了握手 关宝成名气不小 郭文渊前几年就听说过了 他不讨厌关宝成 也不欣赏关宝成 平常心 郭老您叫我小关就行了 在您面前 我可不是什么关教授 关宝成那个汉啊 别人叫他一声关教授 那是尊称 郭文渊这么叫 他可受不起 进去转转吧 郭文渊笑着道 既然来了 顺便看看医馆 或许我以后会常来的 这话一出 边上不少人都吃惊不小 郭文渊这是什么意思 以后会常来 难道郭文渊打算在这儿坐枕 不说长期坐枕 哪怕是医院来一次 更甚至一年来一次 这医馆也了不得了 郭老李念情 关宝成已经笑得和不拢嘴了 不管郭文渊是不是开玩笑 这话传出去 也能给医馆带来不小的名记 医馆总共200来平 下面差不多100平 上面也100来平 一边带着郭文渊往进走 关宝成一边给郭文渊介绍 医馆加上方老 现在五位医生 你老这边请 这边是针灸推拿 那便是正骨腹尾 200来平的医馆 规模其实赶上一些医院的中医科室了 唯一的区别是 医馆没有住院部 不会留患者住院 不过也有一个临时的观察室 病床不多 开医馆的时候 关宝成之所以决定把商铺买下来 就是打算把这个医馆做大的 做成性临界的标杆医馆 长期发展的 郭老您这边请 这边是中药炮制区 关宝成给郭文渊介绍道 现在医馆刚开业 准备还不足 后期医馆的中草药 我都准备医馆自己炮制 尽可能的保留中草药的精髓 让医馆拥有自己的特色 不错 不错 我文渊连连点头 现在市面上的中草药 大都不算纯正 机械工艺 自动化加工 一些中草药的药效和药性 损失的很大 全国著名的几家中医医馆 中药材基本上都是自己炮制 这样能在很大程度上 保证中草药的药效 这一点目前做得比较好 名气也比较大的 就是燕京的同仁堂了 同仁堂绝对是 国内中药行业的老字号 1723年开始供风雨药 到现在已经经历了 300多年的风雨 300多年来 同仁堂始终保持着炮制 虽凡必不敢省人工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药力的古训 前十来年曾经红极一时的 电视连续剧大宅门 就是以同仁堂为原型的 国内著名的中医医馆 之所以能屹立不倒 也正是因为有自己的特色 关宝成很显然清楚这一点 已经40多岁的关宝成 经历了护上事件之后 也沉稳了很多 他现在是把这一家医馆 当成自己后半生的事业来做的 中医传承至今 正是因为历代名家前副后继 沃文渊转了一圈 笑呵呵地看了一圈众人 问 开馆座堂 玄乎济世 谁知道座堂的由来 温宝成急忙道 回国老 座堂医说的由来来自医生张仲景 张仲景酷爱医学 但是却因为家庭的因素 还是走上了朝堂 曾担任长一杀太守 在担任太守期间 张仲景仍不忘用自己的医术 为百姓解除病痛 在古代 做官的宅子是不允许随便进的 可是不接近百姓 又如何为他们治病 因而张仲景核定 每月初一十五两天 打开压门 不问正事 让患病的百姓进入大堂 他端坐大堂之内 为百证诊治 之后 人们把坐在药铺 给病人看病的医生 称之为坐堂郎中 亦或者坐堂大夫 坐堂之说 一是百姓对大夫们的尊称 一是对医生张仲景的纪念 郭文渊笑着道 开馆坐堂 在以前也并非人人都有资格 开馆坐堂的 开馆坐堂 既是一种实力的体现 也是一种责任 登堂入室 楚庙堂之高 也不能往江湖支援 说到这儿 郭文渊牧视众人 缓缓道 希望各位同仁 在行一祭祀的时候 能牢记先贤 不忘初衷 敬为生命 郭老的提醒 我们牢记在心 边上众人急忙答道 不管是不是听进去了 在郭文渊面前 还没人敢出言反驳 郭文渊继续道 君子爱采取之有道 医者治病救人 患者奉上以脖子 理所当然 可患者以性命相托 也希望诸位同仁 能以真心待之 做道问心无愧 郭老所言极是 众人纷纷点头 关宝成也急忙笑着道 郭老今天所言 我当铭记在心 郭文渊笑了笑 道 大家都是俗人 我也不说什么宁愿 加上要生辰 莫让天下人有病之类的话 只希望大家能对得起 患者的诊经 勿忘所托 尽心尽力即可 众人纷纷点头 一群人在医馆说着话 这会儿陆陆续续 还有人来前 前几天 方寒见过一面的 有华医院的少友亮也来了 医馆开馆的 即时是上午11点 临近11点的时候 圣龙集团也派人 送来了花篮 当然五开云并没有亲自来 只是让自己的助手 跑了一趟 也没呆 放下花篮 人就走了 11点整 开馆仪式在郭文渊的主持下举行 杨敬兄也代表省厅表示了祝贺 与此同时 官宝城也让人 把早就准备好的牌子抬了出来 放在医馆门口 宝芳医馆今天开馆 从开馆之日起 免费一整三天 原本官宝城是打算 用方式医馆的名字的 老爷子坚决不同意 最后各取一个字 宝芳医馆虽然俗气 却也代表两家合作 第1141章 医馆开业 下 医馆开业 门口花篮几乎都已经摆放到了大路边 横幅彩球满天飞 附近的居民们早就注意到了 一些人还站在边上的阴凉处看热闹 官宝城不仅仅让人摆放了免费一整的牌子 同时也拿着话筒高声宣布 一些听到的人 不管有病没病 也都进了医馆 哪怕不看病 看个热闹也好 国人好热闹 也好占便宜 只要是不收费的 别说你是医馆 哪怕你发老鼠药 他们也乐意排着队零两瓶 这么大医馆 这要不少钱吧 其中也不发一些原本鹏花村的村民 医馆本就隶属于北化林院的商铺 距离小区并不远 一些村民跟着进了医馆 一边看着 一边嘖嘖感慨 听说这个门面被老方家和人和伙买下来了 花了上千万呢 加上装修 两千万打底 我去 这么多钱 老方家这算是彻底牛气了 纵然鹏花村的村民们 现在一个个都是财大气粗 拆迁狗大户 家里两三套房子 存款上百万 可听到两千万 还是经不住到吸一口凉气 大家进来先排队 要看病的来这边挂号 开馆前三天 挂号费 诊断费 治疗费和药费全免 赵曼妮和江平的两位医药代表们 负责维持秩序 袁明明站在边上跟着学着 不得不说 袁明明这种大学生 女朋友跟人跑了也不是没道理的 性格内向 念书念多了 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真的太差了 我们不看病 买药药钱吗 人群中还有人高声起哄 我们这儿是医馆不是药铺 不挂号 不看病 不能拿药 赵曼妮高声解释着 行了 别为难人家小姑娘了 买药 没病乱吃药 不怕吃出问题来 郭老 杨处长 郭主任 汤老 饭店那边已经安排好了 咱们这就过去 喝点茶 然后吃饭 今天来了这么多姓林明家 大家也正好交流一下 关宝成笑着招呼 医馆 蒋立强和关宝成的两个学生 孙大圣和杨志伟留着接待患者 关宝成和老爷子 依旧陪同着前来的客人们 关教授说得不错 难得这么多人聚一块 正好交流一下 有人笑着帮腔 郭文渊这几年可是不好见 这一次终于见到了 不少人都想在郭文渊面前露个脸 过几天 江华和江中院不是办了一个抗癌会议吗 到时候大家又能聚一聚了 有人笑着道 是啊 听说方医生是主讲 咱们这些人也算是有福了 这次正好提前向听方医生讲一讲 有人笑着奉承 江华举办的会议 邀请函昨天就已经发出去了 江中市的大都昨天就收到了邀请函 说实话 今天能来这么多人 也和这个邀请函有关系 汤鱼泉替方寒发了请柬 一些人其实是没打算来的 一个小医馆 劳势动众的 大家又不熟好吧 看在汤鱼泉的面子上 一些人是安排了助手到时候送个花篮 意思一下 亲自来就没必要了 把汤鱼泉的面子照顾到就行 可江平的邀请函一发 一些人就不好不来了 白吃白喝白玩 还有礼品 距离又近 不去白不去 既然要去 医馆开业不去 好像有些尴尬 再者 江华办的这个会议 目的何在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是为方寒造势呢 江中院这么捧方寒 也让一些人不得不慎重一些 都在江州 将来难免打交道 今天你不给我面子 改天我就不给你面子 人情往来 有往才有来 吃饭的地方就在附近 一群人走着就到了 吃过饭 聊了一阵 郭明强陪着郭文渊先告辞了 杨处长紧随郭文渊之后也都走了 随着郭文渊和杨处长告辞 其他人也都稀稀拉拉的走了 也就剩下汤鱼泉和杨林成 还有苏体行等四五个人不着急走 江中院急诊科 古商分区 吃过饭 江峰回到值班室 给自己泡了杯茶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拿着手机刷着朋友圈 咦 方医生家的医馆开馆 郭老竟然去了 真的吗 边上林光亮急忙凑了过去 江峰正点开一个小视频看着 里面郭文渊 郭明强 杨进雄 汤鱼泉 江州省的中医名家不少 我去 这么多大佬 林光亮有些吃惊 方医生家的医馆开业 竟然去了这么多人 这都赶上一次中医名家座谈会的规模了吧 郭老 最主要的是郭老 江峰羡慕的道 郭老对方医生是真好啊 这种事都去捧场 两人正凑在一起说着话 又有人吃饭回来了 陈远看着两人 笑着道 江峰 你这又有什么八卦 什么叫八卦 江峰有些不乐意了 陈医生 我这几天很努力吧 刚吃过饭 看一下朋友圈而已 狗改不了知识 跟着陈远一起回来的秦熙远插了句嘴 秦医生 请您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我也是很努力的好吧 江峰很郁闷 他原本还对秦熙远很有想法的 现在看来 希望不大了 自己的形象在秦医生面前已经一塌糊涂了 陈远笑了笑 也拉开椅子坐下 拿出手机看着朋友圈 咦 方医生家的医馆今天开业 郭老竟然也去了 是吗 秦熙远也急忙拿出手机 他的朋友圈也有消息 朋友圈的消息是赵曼妮发的 江峰 陈远和秦熙远等骨伤分区的不少医生 都有秦熙远的微信 江峰叹着气 一脸无语 同样的消息 自己就惊讶一下 这就狗改不了吃屎了 有本事你们别吃 宝方医馆 秦熙远看着视频 评价道 名字真难听 不是说叫方氏医馆了吗 方老爷子和官宝城一起和火开的 自然要坚固了 江峰插嘴道 还别说 这姓官的倒是能耐 现在竟然和方医生关系这么好 抱上了方老爷子的大腿 提起官宝城 现在江峰还急着 方寒还不认识官宝城哪会儿 其实他们还拿官宝城开过玩笑的 尿不出的患者 因为官宝城觉得中医没有倒尿术 生生被人打了脸 也算是个乐子了 因为这是 官宝城在李小菲 江峰等人心目中 其实地位不高 人家官宝城不管怎么说 也已经功成名就了 哪怕不认识方医生 也是我们这些人一辈子难以达到的 陈远缓缓地道 别看有些人在上山 有些人在下山 可上山的也不见得就有人家下山的站得高 江峰 自己就吐槽一下而已 现在随便说个话 也有人说叫吗 林光亮捂着嘴偷笑 虽然是在笑 其实林光亮还是有些羡慕江峰的 别看这个说江峰 那个说江峰 大家能说 其实也是一种器重 也是一种在意 真要没人在乎你 那才可悲的 江峰虽然八卦 但是能说会道 也会做人 人缘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陈远的爱人现在也在试试中医医院当护士 这都是江峰的人情 换了别人 陈远不见得会提醒 几个人正说着话 一阵比较沉重的脚步声传来 方浩阳迈着步子进来了 方主任 几个人急忙起身打招呼 都吃过饭了 方浩阳问 吃过了 吃过了 几个人连忙点头 刚吃了饭 缓一会儿 喝点水 方主任您做 行了 我就不做了 说个事 方浩阳道 过几天就是抗癌会议 这几天 你们尽可能把咱们治疗的 癌症患者的情况整理出来 江峰 方主任 江峰急忙立正 你这边想办法联系一下 已经出院的患者 康复得最好 问一下患者的情况 看有没有愿意来的 如果愿意来 咱们报销路费 如果有事来不了 尽可能拍个视频什么的 到时候在会议上播放一下 增强一下说服力 知道了 方主任 江峰连忙硬道 行了 就这些 都倒回事 说完 方浩阳转身就走 也不停留 让患者亲自来一趟 有这个必要吗 方浩阳走远了 江峰这才吐槽 你知道什么 陈远道 这次的会议就是方主任安排的 目的就是帮方医生在业内打出名气 方便方医生评选 今年中医专家委员会举办的名医评选 患者要是能到场 活生生的人 那还不能说明问题 中医医疗专家委员会举办的名医 名院评选 不少人都知道 却没几个人去操心 方浩今年要参加这个名医评选的事 很多人也都不知道 毕竟在很多小医生看来 这种评选活动那完全就是大佬们的事情 他们连打酱油的资格都没有 看热闹都没心情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有资格的才会关注 没资格关注也没什么用 方寒虽然水平高 在江中是名气也不算小 可毕竟还没拿下主治职称 很多人也没觉着方寒能凭上名医 陈远这么一说 江峰等人瞬间目瞪口呆 昨天的时候江峰还和林广才私底下讨论呢 那个傻逼吃饱了撑的 办这种回忆 单纯的为了拍马屁 这成本有些高啊 感情是方主任的主意